好 非常謝謝 我們 剛剛從大家介紹 其實 我們剛剛有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MeToo這件事情 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困難性 那原本好像是有某一種 私領域的事情 現在已經可以 這是公領域必須關注的 那可是 那會不會這一件事情的 關注到最後我們 連公領域裡面 我們乾脆以不敢說話 不敢接觸 就作為一種策略的方式 那這本身是一個 大的難題 那再來呢是教會裡面 跟教會外面是不是真的要 有一樣 那教會是不是內部比較保守 是不是有捏出的事情 或者說如果碰到性傷的事情 是不是會更難以處理 或者他可能會被更容易 壓下來大家不安價 然後就會牽涉到 教會內外 是否應該要一致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層次呢是 我們 在這一個地方公領域 教會外討論這個議題的本身 會不會作為一種 對教會的 控訴 或者是會不會讓人家對教會有 覺得 教會也是蠻沉淪的 或者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教會也有這樣的 順應不容忽視 然後教會也願意很公開的 來討論這些事情 那就是幾個不同層次 其實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 然後我很高興今天 就是大家要參與了 然後我們有三位講者 就是已經有兩位自己舉手的 那個一千老師的粉絲 然後 然後從香港來的時候 我們還有文山老師 那我們 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參與 我們先 就比較多講者 我們先讓三位講者能夠講完 然後我們在開放時間 希望我們多一點的 討論的可能性 那今天 誰先開始 文山老師會說 思想怎麼樣進行 先老師開始 好 那我們就先 教你一千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受到文山老師的邀請 來的 那我其實不是教徒 那我是一直非常關心 性理與法律的發展 那我的主要的學術關懷 還是在女性主義法學這樣 所以我今天 受到文山老師的邀請 我就想說 我只能就我自己的學術關懷層面 提供給大家 如何思考 這個複雜的議題的幾個方法 那 我剛剛聽了幾位 有人說教會比較保守 或什麼等等 我現在實施一個比較 怎麼說 不卑不扛 因為其實學校也一樣保守 就是當時我們 台灣雖然在2004年 通過了 系統平等教育法 然後我們企圖開始在 校園內部自己做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的防治準則 然後要組織 性別的教育委員會 相信我 其實今天可能 待會討論的都出現過 那很多的男老師說 好啊 第一個我們叫做女學生 第二個我們女學生來的時候 就我們打開開啊 他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消極的態度來理智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也不要把 教會想的太過如何如何 他其實就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 那學校也是還蠻封閉的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可以 我以下就提供幾個 就是我自己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想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自己歸納的結果是說 人在江湖行走 這個世界上有幾個 強制規範系統 那一個當然就是法律系統 那一個是宗教系統 一個是風俗習慣 然後第四個我是自己 把它歸類成叫個人良知 因為前面都在外面晃來晃去 不見得會影響到你 就要看你這個人 是如何接受這樣這些制度 那我為什麼說強制規範呢 是因為法律體系它的確有國家政府 作為後盾的 它有軍警 所以如果說違反了刑法 違反了某一些特定法律 它的確有立即的法律效果 所以它是強制違反 那宗教體系的話 如果您在你的宗教體系裡面 可能會有一個這個 consequences 可能會有一個效果 譬如說有救贖的觀念 你可能下輩子 就要咱們立遇見類似 就是自己的宗教系統 可能都會有自己一套說法這樣子 或者是說一套信仰的價值 然後再來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這個就是比較在底 我自己作為一個台灣人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是招化獻人 然後因為台灣有 除了這邊是寫教會嘛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就是馬上立刻想到 天主教會基督教會 可是我想回教 然後還有佛寺對不對 還有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宗教組織 那在台灣除了這些宗教組織 就是可能有登記在來的宗教組織 其實它有非常多那種神壇啊 在地的 我想那位老師應該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其實 複引擎是這邊看到很多 那個性侵的類型 其中一個類型 228 利用詮釋 裡面有很多都是要改運 你知道華人 華人就是譬如說你大學生 然後期末考到了 然後那個情境之下 然後有一位可能他爸的好朋友 那就是經常會幫人家算命 然後就晚上12點之前 然後就說要改運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某種程度也是讓他自主權受到壓抑 那這個案子後來其實是有判成的 不過這個案子很特別 也許我們大家有機會再說 那就是對於那個風俗習慣 還有這種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 這個將他歸類的 在台灣其實這樣的特案其實還頗多的 那我就想起小時候 我在彰化拜拜的時候 就是我們家 可能媽媽就要準備三個月 就要準備一個 一盤 就是要六盤這樣 那有一次我媽很緊張 就少了一盤 然後我就說 那五盤也可以啊 為什麼六盤 就一定要六盤 我媽媽說不行不行 但是他又說不出來為什麼不行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拿出去是五盤 人家是六盤 那你就不知道會怎麼樣 可能祖先會不開心 或者你很難就會覺得會如何如何 或者是說我們照各位 就說小時候我們常聽說 你不可以指月亮 如果你的耳朵後面會刮 有嗎 大家有聽過的舉個手了嗎 有 好 那請問你 像我過在外國 看到月亮我都會說 月亮 我會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月亮又不是人 你為什麼這樣子指 然後可是因為你雖然理性知道說 應該不會吧 但是你就是指不出來 所以那個強勢規範 它其實已經謀成內華 那這個風俗習慣 就是你縱使後來你跟他說 科學證明並不會 但是他還是沒辦法 因為他已經內化在內心 那個人的良知 我也是把它規範在就是說 好前面你受了法律的基礎的教育 你受了這一些 所謂的學校的這種理性的訓練 如果好一點的話 可能有一些獨立思考的這個能力 然後最後你終究在每一次的人生的 你的個別事件裡頭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 這個我還不知道 還沒有發生之前我都不敢亂講 因為有一次 最近啦 其實就是最近去旅行 然後我就做那A&B&B嘛 那他有準備 譬如說那個Coffee 那個綠杯 綠汁 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去喝一次 就用一次綠汁 可是後來我就想說 欸我回家 我明天就要回家 但那個回家的家 就太晚我剛好沒有綠汁 對不對 那個綠汁它基本上是讓你用 你多拿了五個放進去 後來我走了兩步 快要出門 所以我想想我還是放回去 對 就是其實你拿那個綠汁 那個老闆也會願意怎麼樣 可是就是 因為我心裡好像就覺得怪怪 我哪裡怪 就是來不及思索 但後來我就拿回來放著 就我就再自己買 或點多那邊喝咖啡就好了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 我可能稍微懶惰一點 一秒鐘我可能就拿了 可是拿了也不一定會有consequence 可能就是自己心裡不舒服而已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人生有非常多的事件 就是說我們腦袋裡可能沒有辦法 一時跟念清楚 究竟你今天做這件事情 那個讓你驅動讓你去做 甚至要某種程度有心理上的強制 或者是你已經思考了它的法律 對法律當然是最最 它的那個效果最直接嘛 那宗教其實在我看來有一些 對某一些教徒而言 宗教恐怕那個效力甚至比法律來得近 對不對 對因為法律搞不好 因為台灣的執法都怎麼樣嘛 所以一定會被抓到 可是宗教你內化之後 如果你是一個虔誠教徒 其實你可能心中會受到一些磨難的 好那這個我是 就一個法律人而言 這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強制規範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願意說 好大家就活在一個憲政民主法制的國家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宗教國家 以後也可以變成 但目前就不是 就是憲法裡面也是這樣說的 的話那接下來我就要談憲法了 那憲法的確裡面第13條是由說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這個也是確定的 那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它其實是要說原則上國家是不可以 因為在歷史上或跨文化的經驗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國家其實會動用它的 這個軍警的武裝去壓迫特定的宗教 這個很多靈岸這個強迫都在做 那所以我們的憲法 基本上台灣的憲法其實是規定說 好原則上人家是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除非例外國家也可以證明有四種正當的理由 譬如說為了要防止妨礙他人的自由 公公典禮等等 你可以用法律在合乎比例原則的情況之下去限制 用法律來限制 那這個當然就是法律要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原則上你要尊重它 例外的時候反而是國家要證明說 我為了這件事情 不是要限制你的宗教自由 是因為為了要達到這些行政 那台灣的話它法官當然是我們憲法的 有權解釋者最終的 有兩號解釋 我當然有更多 但是我先提這兩號 490號解釋是有 應該沒有 記得沒有錯 它是憲和華見證人 總之是一個也是算 Question in general的 他們因為不想要服兵役 並不是因為要逃兵役 而是因為他的信仰 宗教信仰不可以傷害人 對不對這個大家聽見 那你如果去服兵役 絕對一定是為了武裝 最後如果有衝突的話 可能必須要等等 這個號解釋 最後大法官是說 目前的這個兵役法是合乎比例原則的 但是這個條 所以基本上是和限的 但是這個條在促成了我們後來內政務 就開放了所謂的替代役 所以實際上這幾位信徒他們所謂逃兵役 然後後來用兵役法 他可能就被關了 好像關的比那個服兵役的年限還要多 的一個狀態來挑戰國家的法律 這是過去曾經發生的 那但是這樣的挑戰其實好大 我覺得他堅持他的信仰 然後促成國家去思考說 並不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這個 當然這邊還有性理的問題 就是說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 都願意這個服兵役 那應該有其他替代方案 所以實際上他那個憲法沒有 就是沒有挑戰成功 但是最後實質上其實已經 我們現在很多義男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去服兵役 他們可以服替代英國民役等等 其他的義種 那另外一個是573號解釋 因為國內台灣我們目前 其實對宗教團體 我們有一個叫宗教團體草案 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沒有通過 因為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要管宗教團體 那宗教團體其實在我國其實還蠻重要的 包含各式各樣的宗教 那 只有一個叫 一個叫監督寺廟條例 那也是民國很早以前定的 就是可能是9年20年 寺廟當然就是想像就是佛道寺廟 就是其實管不到教會 管不到其他的宗教別 那573號其實是 那個條例裡面有一點限制說 他們在處理土地的時候 宗教團體自己在處理土地 就是寺廟處理土地的時候 有一定的程序 然後這個號解釋其實挑戰成功 大法官說這個違憲 我們雖然是想要管理寺廟 但是人家內部的宗教要有自主 他的組織本來就應該他可以自主地去應用 他去處理他的這個財產這樣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起碼從法律上來看看說 大法官基礎的立場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是憲政民主法治國家 所以您的確有宗教自由 可是你也不可以自外於國家的法律 那國家的法律有憲法有法律 國會三立法通過的法律 還有行政機關依照這個法律 去訂定了一些行政命令 那剛剛有這個參與者說 提到了最近出現 兩天前出現一個宗教基本法草案 我看到的時候我也是當場傻意 就是說他要推翻我剛剛所說的所有的一切 那這個很鼓勵大家回去自己看 宗教基本法草案 那是由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以及民進黨國民黨所有就是 藍綠都有 網友是說垃圾不分藍綠 我是沒有這樣說 但是網友是這樣說 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小道理 我是說應該說 就是大家對法律不熟的都是不分藍綠的 這倒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是想要推翻我剛剛所說的那一切 還是其實並沒有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想要先 我不知道諸位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我最近跟人家面論的時候 都經常出現在那個狀態裡頭 就是說他可能在講他宗教的價值 可是我好像是活在世俗 我就是一個世俗的人命 然後我們都一直沒有辦法對話 然後我們就很可能一個支持同婚 一個反對同婚 然後就根本沒有對上話 所以我現在都要從第一段 他跟我聊天很麻煩 就是第一段我都要先講 有法律的有道德的 然後現在是你是在哪一圈 我要跟你在同一個平面下 否則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你對話 然後我經常就會跟我的教徒朋友說 我是世俗的人 你知道嗎 意思是說離婚 就是民法上的離婚是規定說 如果對方有重大不支持二極 你就可以離婚了 這樣 可是我不知道看太多電影 天主教基督教 基本上不是說要就是要至死不渝 無論是你生病了 然後你如何如何了 就是一定要彼此幫忙嗎 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對方有重大不支持二極 然後就離婚了 那我覺得從這個愛自己看到 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或起碼我其實是世俗之人 我就是遵守法律 這樣 可是宗教他當然可以 宗教系統他當然可以有 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基 他自己的 對於婚姻的一種看法 可是他必須是在他的宗教系統裡面去運作 因為那裡面有太多的語惠 還有邏輯 還有他的信仰價值等等等 是跟法律系統是不太一樣的 法律系統現在對基本大概就是基本人權 然後民主自由平等 那昨天的那個 宗教基本法草案 基本上是說 我就提一下那個法律 他想要成為法律 宗教基本法讓我想到原住民基本法 可是原住民基本法是很不同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原住民基本法在我看來 是因為國家首先承認 我們對原住民這個團體虧待 制度上過去傳統虧待 造成語言土地所有的一切 到今天無法那個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他一個最基本最基本法 然後再去制定33個子法 搞不好未來還有可能給他特定的這個 這個法院系統 因為他整個的一樣 就是價值觀什麼的都不一樣 好 那可是這個宗教資本法很了不起喔 台灣 我進 第一個是我們其實對中國 我們比較沒有像歐美歷史 我們對特定的宗教 並沒有歧視或者是打壓的官方歷史 我不知道台灣好像比較沒有吧 因為我們有忘記 曾經有錫安 錫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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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很強 對 很強烈的 那是用政府的 那是在軍群 對 OK 這段我不是很熟 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一個國家會特別 把那個法律挖空一塊 給他一個有點像世外法權那個概念 通常是一定要有歷史上對他有所虧待 或什麼等等等等 大概很少會這樣做 好 不過您剛剛也提到了 他裡面講說他要積極自主 財務自主 所以他不公開也不透明 他直接在立法定目的裡頭說 喔你們這個民主原則很抱歉 在沒有辦法實行在對所有的宗教 這個是沒有辦法不適用於所有宗教 然後他又說教育需要 希望在國民教育裡面 要去放那個宗教教育 這一點我倒是沒有那麼反對 因為宗教教育可以是多元文化宗教教育 因為事實上我們目前的校園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社會 我們是處在一個多元文化裡面 包含宗教嘛 有回教 譬如叫基督教一萬道等等 就是事實上我們的確是必須學習 如何去彼此起碼 你要說不要說就是起碼的理解跟那個 然後但是還有一個是什麼 十六歲以下就是父母基本上 可以幫你小孩決定宗教 對不對 好等等等 不過這個宗教基本法 大家我剛剛提到了嘛 有憲法法律 那那個法律有各種不同的法 我們現在可能有刑法 對不對像今天的MeToo這個部分 他可能是觸犯了刑法保障性自主權 有國民這個教育 義務教育相關的法律 他現在弄一個宗教基本法 意思是說 也許宗教換命義法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對不對 所以宗教之法律的層次 各個法律 的確是有可能有時候會抵觸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基本上 就會看個案來做決定 可是他這個宗教基本法 這個費 老實說我也還蠻誇張的話 他真的就是說擺明了 因為我以前都覺得這個話 大概就是心理想而已 譬如說有某私立大學 天主教大學 他說 這個什麼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們是天主教大學 這個不用遵守 這個是某大學校長直接 在公開場合說過的話 那在我看來我心裡想說 哇 其實還蠻勇敢的這樣 但是一般不會 就是直接寫在立法理由裡頭 所以我是真的很想要問 就是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的 兩者我覺得有不同的應對方法 那但是立法院的 我院長提出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不太可能吧 他不可能是不太清楚吧 應該是真的還蠻堅持 想要就是希望這個經濟自主 經濟自主有什麼問題 經濟自主大家都知道 經濟自主就會掌控整個組織啊 我們組織大概就是人跟錢 對 當然還有信仰 在高等教育裡面也有信仰 我們也有希望 能量成獨立自主的公平 可以自己做思考這樣子的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每個組織其實或多或少 都還是有他們的信仰 可是你要讓它運作 你要拿成那個目標 其實是要靠人跟錢 那如果錢不公開不透明 沒有辦法接受檢驗 那表示你怎麼花錢就隨便你了 我覺得這個對組織內部的成員 我真的很希望不管你這什麼樣的組織 都要密切注意這件事情 他的經濟如果不透明 不公開的時候 他沒有課則性 沒有可規則性 而且喔 不知道包完了 就是這件事情在學校也一樣 在公務機關也一樣 在教會裏頭也一樣 就是他一旦控制的錢 控制的人 那基本上就是變成沒有課則性 沒有課則性 我想這個性騷擾性期待 這個都算是小case而已 就是他就可以不會 他的任何行為 除了宗教的這個制裁 他不會受到這個任何人的阻矩 那接下來 好 我大概就先講到這邊吧 因為我想我們請你講 我講短一點 然後看那時候再回應 好不好 但是 V2的話對我來講 我反而覺得 他是一個相對怎麼說 就是說如果在法律上 沒有那麼去爭議 我們就是需要有證據嘛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的性自主權在台灣 過去性侵害是被放在 妨礙風化罪章 這個我也最後 我還是提一下好了 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幾個系統 過去強姦 我們的語言過去叫強姦 或者是性侵 過去是放在妨礙風化罪上 這個不是權力為基礎的 所以他意思上是 喔你們妨礙了我們的道德 所以台灣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是很努力的從一個 道德文化治國的國家 慢慢的走向基本人權 或者是想要成為 追蹤基本人權的國家 所以我們的那個價值的典範 現在也一直還在轉變中 那法律改了啦 現在改的叫做妨礙性自主罪章 可是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為什麼人們這麼難以出來述說 我如果今天iPhone貝頭 我一定大聲嚷嚷對不對 可是我今天性自主權被侵害 我可能不會大聲嚷嚷 我可能會 那所以表示我們的觀念啊 基本上你講性自主權 好像感覺上權力主體 我權力受侵害 這有什麼好說的 可是如果你講說我是妨礙風化 我是因為這個性 就是它就是會帶有那種負面的 那這當然是婦女運動的一個 重大的成果啦 那所以台灣法律是目前走到這裡 但在實務上 大概有沒有有時間 我可以再多介紹 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的影響 因為人性如果對它的理解 沒有這麼 對就是沒有隨之改變的話 其實法律的條文改變 並不會即刻的促成 就是司法案件的這個 是也正義的即刻大聲 非常謝謝怡欣老師 就是 跨了幾個領域 然後我們接下來 討論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去交 那我問請 怡欣 不是 小黃 對 他是像這樣嗎 對 那可能我要講一下就是 相當的那個紀念的部分 然後可能如果 昨天有來的朋友 就會比較悶一點 因為我 基本上就是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我講多一點點就是一些 法律 香港的法律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可能你的面相要變這樣 那一點比較好 我的樣子不重要 好 所以我是 我是草小童 然後我是從上來的 然後我是在一個 叫香港紀錄教寫經會的機構工作 然後這個機構 其實上是一個合一教會機構 就是說那個機構上面 有不同的 會員教會 譬如說 聖功會 會學導會 教會 然後中華紀錄教會等等 所以 基本上本身是做一個 合一教會的事情 然後 也關注一些社會的議題 然後 性別公益是其中一個 對 多關性的事情 然後 可能也 所以 不斷 不斷的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 信徒會特別要關注這種 教會 信法律的問題 對我來說 其實在教會裡面的 信法律 跟工作 跟那個 學校有一點點不同 它是一個特別的類型 怎麼說 因為 在學校裡面 跟工作裡面 不如 教會 教會 基本上是一個家的團體 就是說 我們一來這邊 然後大家都會 弟兄姐妹的相助 然後稱呼 然後 另外一方面 就有很多權力的問題 基本上權力 跟那個關係很寂寞 這兩個原因是 會導致 這個性騷擾的發生 比較這個 比較關鍵的原因 然後 也是因為我們一個是 被護照成是一個 合一有愛的群體 所以 基本上如果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只是那個 受害者會感覺到傷害 還是整個群體會有一個 破壞影響 所以 對我來說 或對我們的小組事工來說 比起 比起那個 學校和你的工作團體 好像在教會裡面 更加需要講這個議題 然後 我不知道台灣的數字 因為在香港 可能你們可以提供一下 就是說 那個新巴黎的那個數字 那個受害率是多少 因為在香港 在 有一個 這樣關注女性性暴力的協會 它有一個數字 就是說 每七位女生 都有一位 陳教授 性暴力 這裡有一個 就是性暴力 它是一個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就是說 比較 不只是那種小小的 譬如說 你聽到一個黃色小話 或是 碰到你的屁股 到最嚴重的一種性侵 它也算是性暴力 然後就大概 每七位 女生就是有異位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女生都有過 就是 就是想 可能她這個數據 就是說 她有沒有說出來 她沒有報警 或者是她會尋求幫助 所以 這個是香港的那個數字 我不知道台灣的數字 有人會知道嗎 好 因為沒有數據 好 沒關係 然後我 講一下 這幾個字吧 新少女 菲利 跟強姦 因為有時候我們 因為一開始 我就說我們是做那個 法制性殺娃的東西 然後有人就說 你只有做性殺娃而已 你們還沒有做性器 但其實 上週卡羅斯文也是一個 Umbrella Time 其實也是包含 所有的性法律的議題 然後 但是其實在香港的法律當中 它有 這三個字 有特別的法律的定義 非理跟強姦 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強姦是最容易就是 那個男性的陽具 插入履性的引導 所以基本上 在香港是比較 強窄的 所以你只有是 男性強暴女生 真的 所以還沒有 男對男 還沒有女對男 所以 非常非常的窄 然後現在有很多的 因為也不是很多 就是 我一些團體 就強烈的爭取 就修改那個 這個法律 然後菲利 也算是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 就是 也碰到一些 比較視頻的部分 然後菲利跟強姦 是屬於刑事 就是你可以坐牢的 然後性騷擾 它確實是在一個 叫性別歧視條例裡面的 然後 它其實是一個 它是民視的法律 所以 基本上如果 最嚴重的話 其實是金錢的賠償 是沒有需要坐牢的 然後其實性別歧視條例裡面 還有 性別歧視 婚姻狀況其實 跟性騷擾 也差一些 比較不同的資訊 就是前幾年其實 因為 現在性別歧視條例 只有男跟女 所以現在還沒有那些 譬如誇性別的朋友 然後 就是同雙性人 這些不同的性情相 或性別認同的朋友 所以 前幾年其實在香港 有一部討論 就是可不可以放進 這個 性別歧視條例 是保護那些 不同性情相 跟性別認同的人 但很可惜 就是教會 也是其中一個動員很多 就是像 台灣現在也蠻激烈的 討論 就是對同志的 一些想法 但是我們 前幾年就是 只是想要討論而已 但是教會也是動員很多人 就反對討論 也沒進入 立法的過程 所以 就是有些相關的辯子吧 然後性相擾是在性別歧視條例裡面 你看到其實在1996年也已經開始生效了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當然受呢 那個 架害人 是 你比較容易想像 他是應該 最應該 需要受罰的人 但是在性別歧視條例呢 性相擾裡面 有一個叫 要轉成責任 就是說 嗯 他的理解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這個 公司裡面的員工 他會覺得 你為什麼能夠有這個權利做一個動作 其實你的老闆 你這個公司 其實賦予你一個權利去做的 所以當你的公司 你這個員工做出了一些性騷擾的東西 其實受害人不只可以告那個架害者 他其實可以告那個整個的公司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責任 我們現在想要告訴瑜伽會 就是說 其實你有一個責任 是提供一個安全 還有一個靈性暴力的群體 來保護你的會友和你的同工 但是 然後 就好像一種 就嚇他一下 就是 其實有時候你是可能會 要面臨這種法律的責任 好 所以 然後 然後 在香港現在一些處理時尚人機制 大概就是 第一個就是像 平等機會委員會 來提出這些投訴 他們就只是幫助你調查和調停 然後 也可以去那個區域法院來提出 然後最後就是報警 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 頭兩個它是有一個時間限定 應該跟台灣也差不多 就是不 也不可能 什麼時候也是可以提出這個訴訟 所以有時候 在一些辛薩爾的case裡面 就是在教會 他們就會常常就拖延 就是對 就是受害者 就對 就是用那個拖延來變成你 喔 最後你就剛好就過了那個時間 然後就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現在我們也講很多 就是你們的權利 其實通常平常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 就是這種資訊 許非你自己或者是你朋友發現 所以才知道原來有時間的效果 好 那我這邊就是 剛才前面就是一些法律跟香港的情況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事故 開始推廣這個 教會念法制性暴力的事情 其實也是有 因為有一個悲劇開始 就是2012年的時候 有一個立民的姐妹叫K小姐 然後她其實也是在 也是一個性侵害的受害者 然後侵害她的就是一個基督徒的上司 然後因為就是她 跟她的那個上司來到台灣 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的會議 然後就在那個旅途上就是得她強暴了 也是因為在人生路不暑 所以她那個法律也不知道 如何的尋求幫助 後來她就立刻就打給她的那個 比較信任的那個牧師 但是很可惜 就是你會想像到一些 比較典型的回應 就是說那個人是 教會那個弟兄 你要原諒她 然後就沒有告訴任何 在香港你可以尋找的幫助 所以最後 這個姐妹也差不多隔了一年 才寫下這個文章 然後就 這個文章就投稿到 那個香港一些基督教的媒體 然後也引起了一點點 教會的反省吧 我記得還有辦一些討論會 然後滿感恩的就是我們 基督教的協經會的總幹事 就覺得好像 現在教會也好像還沒有那些防治 欣賞了一些工作和培訓 那就覺得那不如我們先做吧 所以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就參考了不同的 國外的一些基督教的協會 然後也有一些非中這樣的心理的團體 就是說 可能上 香港的大選 因為大選已經比較走前一步 就是說 每個大選 現在已經 定了 定義的那個防治性少老的政策 然後就 對 然後就最後在2013年就通過 然後再通過之後呢 我們就成立一個投訴的委員會 然後就 邀請了不同的中派和性別的教會 還有領袖跟平行徒 也有一些是來自外面的人 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會說 自己人查自己人 其實也 會沒有得到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不如邀請外面的 已經有訓練過 比較有那個經驗的朋友來幫助我們吧 然後就 也為了一些投訴委員會 跟我們協經會的同工提供那個培訓 那 看起來就非常美好 是不是 就是 蠻順利的 就 因為我一開始就 介紹我們的機構 就是我們有 下面有些不同的委員教會 我就那時候就比較單純就覺得 啊 應該是我們那個委員教會成立以後 就說明有這個關注以後 下面的委員教會都應該會follow吧 然後我這個田地應該猜想一些東西 就是那個時候呢 我就去了我們不同的委員教會的 那個牧師會跟那個指示會 就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政策和一些背後的關懷 但是每一次也是他們也會問我說 就是 你說這個問題是很重要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嚴重呢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 第一次做這個 在2014年中的 我們教會內心騷擾跟和性別醫師問卷調查 那個時候做的方法是比較 比較什麼說 比較原始的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寫了一個邀請信 就發給香港教會 如果你願意做這個問卷調查的話 我就去到你的崇拜 參加你的崇拜 然後最後的時候我就派發你的這個問卷 然後也希望他在他的那個程序裡面 有呈現這個名字 然後希望那個童工在那個講台上面 能夠讀那個名字 因為其實在教會裡面呢 你很少聽到那個姓這個字 每一次講的時候好像都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就希望有這個的背景 然後在香港現在有1230個堂會 大家有猜一下吧 大概有多少的堂會會有參加 做這個問卷調查 50% 就是600嗎 我們對香港 這樣會很有怕亂 還有請 60 好 最後是12 12 對 所以 我有很多原因可以給教會 那個時候就是2014年 如果你有follow香港的新聞 就是2014年是雲傘運動時候 所以有些時候我就覺得 也也是一個感想吧 性別運動很難就成為一個大家的焦點 要大家風平浪靜的時候 有一點點時間的時候才會成為一個 對對對 像現在台灣啊 現在大家都好忙 所以也不是很多人來 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所以 但是我們也受到一些批評 就是說 他們覺得教會根本沒有性發力 他覺得我們做這個問卷是沒有結果的 所以他覺得不用參加 所以最後就收到大概300多份的問卷 然後香港的基督徒的數目大概是10萬到15萬左右 所以300多份不能夠代表這個數目的基督徒 但是我覺得12個堂會 差不多1230個堂會 這個是15 就是說 教會裡面好像這個議題好像還是一個禁忌 然後其中一個問題你可以猜好一下 就是你或你認識的弟兄姐妹 中友否曾在教會或教會同眾 教授性騷擾 就大概是15% 你剛才如果還記得的話 整體商人的社會裡面是每七個女性有一個 其實也蠻接近的 所以說 教會並不如 並不是特別的好 我們也還是一個人 好也是因為這個背景之下 因為那個還不能夠推動教會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這幾年還是能夠聽到很多故事 然後就覺得還有什麼方法 還有什麼渠道可以聽到更多 曾經受到心騷擾的一些 教會朋友的故事呢 所以在上一年就是8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網上的 因為你如果還記得我剛才講的什麼 做這個問卷 就是要等不同的教會的朋友 同意之下才做 其實等很久的 然後很多人會給很多意見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用網上 就是你知道那個網上連結 你就可以填 然後一開始 本來我是想要做兩個人而已 但是如果你知道me too的運動 就是剛好在10月份開始 所以我們還想收的時候 就是因為me too呢 他帶他更遠 所以因為那個全媒 每次他還是要想找不同行業裡面 有沒有一些me too的新聞 然後他有報導 教會其實還在收集 所以因為我們的會員教會 其實還有一些 只是某一個部分的香港的教會 還有大概三分之二 其實不是我們的會員教會 所以可能他的那個覆蓋性還不如 對 所以後來me too跟全媒的幫助之下 其實比較發到更遠一點 然後最後就是今年的4月份 我們就收集到59位填寫問卷的人數 然後我們就也跟其中的五位 進入那些深入訪談的時間 然後其中的期間其實我們邀請了一個 社工的老師跟我們陪同之下去做這個訪談的 然後我就講一些些 這個研究之下的一些分享 大概其實 其實還是男對女的這樣八成半 然後其實是男對男的 嗯 然後啊 都要這個 然後表示加害者為 為 加會的同工或是信徒女秀還是一半 然後三成八表示加害者是交友 然後西沙爾發生的學習近一兩年到二十一年前都有 然後最多的是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 譬如說 呃 除默除外面 然後故意摸下他人的身體 然後第二都已經是強迫進行性行為了 最後就是一些發生低點耶 然後其實你是可以想像到就是一些 教會過世國人的活動 然後一些牧師傳達人的預索 這個就是教會跟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 我們很多時候會做家訪 就是會很容易去你的家 然後很容易得到你的個人資訊 是比工作跟學生更容易 然後更有那個合法性 就是我去關愛你關心你 所以是有他的一個特別的問題在 然後呃 超過一半的人曾經求助 其實滿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但是為什麼他有求助喔 他有講喔 但是為什麼還是他還是要寫出來了 應該就是因為那個幫助的那個過程 是不是他預期的 然後有他的一些情緒反應 呃 我看就是在基督教裡面 那種自我價值的質疑是最多的 因為他會想很多就是說 是不是我做做什麼 是不是呃 我有一些東西就 嗯 令他誤會了 然後做誤會喔 還比外面 不是那個教內的信巴黎 會有更多這個東西 然後呃 呃 擔心無力無緣也是一樣 因為很多人他沒有講出來嘛 所以他基本上都不知道外 身邊有什麼人是可以相信的 然後最後就是呃 可能這樣會比較關心的 就是有一半人的說話人 你轉到其他堂會 或者是沒有參加教會 還有張誠的說話人 依然留著他原來的堂會 所以有一些我 對 一些結果的分析 就是你能感覺到那個 教會的 呃 教育是非常影響 跟那個說話人的那個經驗是非常緊密的 因為教會的那種階級分明就是呃 呃 最多都是呃 牧者對待那個平信徒的那個細胞裡 其實因為 大家都覺得 呃那個牧者是非常有公信的 大家都信任他 然後我是一個小小的平信徒 我講出來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會相信我 大家都會相信他 所以也是這個 就算不論你是大的堂會或小的堂會 其實這個階級也是非常分明 但是同一時間有 非常非常如同家人的那個關係 所以那種關愛的那個界線呢 就不容易分辨出來 很多時候 那種教會的牧者 就會用那種關愛的語言 就說我是關心你 然後就有 有你的頭就摸到你的屁股 但是你就覺得啊 那現在這個就是 呃 牧者是關愛我嗎 還是 是真的是要心心犯我的 所以這個是不容易分辨出來的 然後就是 呃 參與教會的人 呃 不是說基督徒比較脆弱 其實是說呃 教會是鼓勵我們 表露我們脆弱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就是說 呃 如果我們都在一個很肥 叫虛弱的那個那個 那個狀態底下 那個家人就很容易 利用他的權力來傷害大家 然後就是 大家也常明白 很能感受到 就是那種 教會的信仰 论述 有一個東西 他們是萬人提 就是說 神的實踐 呃 很容易 然後那些不想要 呃 要敗警的人 他們會說 呃 這個時間不是神的時間 他會覺得 用那個很 很屬靈的那個 那個那個字眼 就告訴你 呃 好像在他的 他的他的他的 看法來說 這個不是 不是神覺得好的時間 但是其實你 還不能夠分辨 是你覺得 不是時間 還是真的神覺得 所以 呃 尤其是那個 如果那個說法是來自一個 非常的 得高望重的 物責的時候 大家都很 很不容易去 反駁他 然後 和諧和疑當然 也應該 應該也是因為我們 加上那個 華人的文化 所以就 也更加嚴重 就是說我們 像一個家庭 還有像一個 mission 我們也是因為 我們是有我們的 mission 這是一個使命在 所以 如果我們 去往外面修住的時候 好像就破壞我們家庭的生育 然後 呃 也是破壞的福音的發展 所以這個 罪比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 也是滿足指 受害人去尋找 外面的幫助 然後 這個也是跟 心別蠻 非常非常有關係 呃 我們五個當中 有一個個案 就是男生對男生 然後他講了很多 就是 作為一個男生 是非常 不容易去表達 他的那個故事 然後 呃 還有其中他去了 報警 然後我們的 在西門的 法律來說 是有不同的機能 他會幫你錄口供 但是那個過程 他廣晚就是問一些 非常沒有性別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 其實你是不是同志 他好像就合理的話 你就覺得 如果他是同志的話 好像就 就可以給男人摸 但其實不合理啊 就是我是同志 這不代表我可以讓你摸 然後就問很多 然後甚至於有一個警察 就是出於好心 他會說 是不是外面你有沒有女朋友 如果你有的話 就 不要不要弄了 應該就 出去就是關你的生活 就他會用很多很性別 定型的那些概念去覺得說 這個事情很麻煩很複雜 所以你就不要 需求公益什麼什麼的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也蠻特別 就是說 有好幾個 五個當中 有三個故事 他的那個受害人本身是單身 是那個女性 然後加害者也是一個 已婚的男性 他有感覺到 那個單身的人出來講 他的口供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欺向 相信那個已婚的故者 大家都會很明白 大家會覺得 從來都覺得結婚的人是比較 成熟 比較穩重 然後比較可惜的 然後當生的人 他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你是不是覺得他自己太 對 你是不是覺得 自我 自我要求是太高 所以就 會有這種的 性別的那些想法出現 然後 也是有一些 受害人在 需求幫助之後 遇到的困難 我們叫惡度傷害 很多人 他們受害者會講說 如果這個事情 不是發生在教會裡面 他的表達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 因為他就在 許種幫助的過程中 遇到的那些 很難聽的話 其中一個我們 我是也蠻深刻 就是說 這個女生 在國外裡面 就是去海外 海外宣教 然後 也是在那個 期間 就給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差一點長報 然後 後來他是 想要求求 一個師母的幫助 然後 那個師母就跟他祷告 然後那個祷告 長達一個小時 在那個祷告當中 他有講很多 你是不是裡面有一個 判役的名例 是不是你以前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引起你現在有這個 對 有這個事情發生 然後又是祷告嘛 所以你不能夠回應 不能夠說 然後你只能最後不說阿門而已 但是那個 他會大概會覺得 是不是上帝來 來罵我 來傷害我 所以那個二度傷害 在他的那個說法 是比那個 一度傷害更嚴重 然後更 會讓他否定他自己 最後 我們很多人會覺得 是受害人很麻煩 或是受害人 有很多需要 但其實他本身 他只有第一件事就是正式的問題 你就覺得阿如果你不承認 教會裡面有這個事情發生 其實是後面的事情完全沒能講 因為 你不承認的話 其實 做什麼的時候 也是不能夠開始 然後建立幾句 我會講多一些是在後面 所以 後面在那個報告當中 我們就有 講到 希望 大家在教會裡面能夠 制定 然後落選那個 防治性騷擾的政策 然後也不只是那個單單 做好那個法律的文件 其實是 在透過那個法律的文件當中 來固定的提供一些 防治性騷擾的訓練 現在我們都發現 其實那個政策 其實不止於是處理的問題 其實更大更重要的 就是教育 就是擺放在這邊 就是提醒信徒跟那個牧者 其實教會還是會發現 性效的可能 就你要承認 對 然後第三就是 加在長時間 職體的活動 必須加強靈性暴力的意識 就是剛剛我們 我們剛才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海外宣教的故事 其實現在我不知道台灣 是不是這樣子 就很鼓勵基督徒去海外宣教 或是全福音 但是其實去海外是更危險的 因為很多學生 你就沒有教導 他的那個海外的那個法律是怎樣 然後因為去海外的時候 你跟你同行的人 就是有關係突然間變得很微妙 然後你就必須要比較信任他 然後就跟他一起 所以這個東西發生的時候 是更加上害性的 所以就我們鼓勵在長時間的職體 我們都要講多一些些東西 然後一二三是比較容易 容易推動 或是一些比較表面純的東西 那四跟五呢 性別意識跟那個群體的權力關係 是最 其實才是那個最核心的問題 但是需要更多長時間 然後不同的人去講 因為我們就覺得 如果性別意識比較強的教會 我們多講這個 然後對性的問題不是那個經濟 那其實整個教會 整個那個關係 其實比較有信任感 有能夠勇敢去面對 然後我們也講很多 就是性巴力、性騷擾跟權力 是很連結的 所以如果那個教會 或者是那個群體是比較民主的 比較透明度高的 然後參與度的人是比較 然後知道的話 其實能夠幫助這個東西 不會發生的機會也是比較高 然後可能你們會好奇 我們這個報告是在 今年的六月份出的 可能你們會好奇 那之後怎樣呢 應該是說這個 這個是我的老闆 這是《向你基督教會》的 《香港基督寫經會》的總幹事 盧文光牧師 他本身是 在一個神學院 在重積學院神學院裡面 當了很多年的院長 然後也是尋導魏寧的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牧師 然後現在 因為他的那個影響力嘛 然後就 那個新聞發表出來之後 他講了一些發表 就是說 他這個仿製性效的東西 是會成為他的 最重要的 就是變成 他來我們這邊 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個工作 然後另外下面那個就是 素成日 50 就是中華基督教會的總幹事 他也 因為那個全媒 瘋狂的報導 因為我剛才沒有說 就是說我們 出那個報告之前 就剛好 香港基督教會 就發生那個教會的 新發行 就是出了在新聞當中 所以 就比較吸引大家眼球 然後非常多的媒體來報導 所以其實媒體的作用 我是想要 告訴大家 其實媒體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的一個 那個 我忘了那個 海浦斯故事吧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也是因為 那五個受害人 去告訴 Chicago News 還是Chicago Times 去告訴那個記者 然後那個記者就是 發表了他們那個受害者的故事 然後就利用全媒的壓力 就是令到社會 不得不面對 所以其實全媒的 對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現在我們 還會有什麼事情想要做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一些政策的 推動跟更新 還有就是法律 你剛才如果有聽到說 我想 譬如說 強暴 在香港是那麼的窄 就是還是 只是有 對 那個 那個法律的 那個推動的話 其實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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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夠的 所以其實 不只是 是教會那個政策要推動 其實外面整個社會的政策 推動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 中間那個POST 其實就是我們 張宇在 一月份的時候 就會 主持那些 教內的受害人 他們會有一個 互助和付權的小組 這個也是蠻重要 因為有些人就批評我 我們好像做了一個報告 然後就 那麼那個受害人 你又沒有去關心他 一開始我們就 我 因為如果你 可能 你聽我的Presentation 你覺得 可能他們有 我們有幾個人在做 其實整個事情 只有我一個人來做 然後我沒有社工背景 所以我不能夠去幫他輔導 所以就 其實我不斷就是一步走一步 我不知道 對後面是整個 一步做一步 然後就後面發現 啊其實 像有一個 有一個關注性 關注女性性暴力 受害者的團體 跟立心有一點點 像就叫 風雨嵐 然後她的總幹事 也是基督徒 然後我們就合作 我們就做出那個 對 我們就發現合作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但是一開始也不能合作 因為他們 大家不知道我們是誰 就不知道我們是在做什麼 就慢慢的 五年之後就 開始跟其他的那個MGO合作 然後你們的左邊有一個叫 博士巴不在沉默 如果你們是基督徒的話 你們應該蠻熟那個大衛的故事 大衛就是一個王 然後在圖中 他就 在那個聖經經文就是說 博士巴本來已經是一個結婚的女性 然後她非常美麗 但是大衛就是覺得 她有一天說她在天台上洗澡 然後就被她好像誘惑了 然後就 大衛就殺死了她的那個老公 然後就強迫她跟她結婚 然後平常呢 在主流教會的教導就是說 那個女性就是用她的美食 就誘惑那個黃 然後成為那個黃 其中一個跌倒的東西 然後從來都沒有從那個女性的角度去看 然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故事非常是圖書的故事 就是說給一個有權勢的黃 然後就強迫她 然後就還說是她的錯誤耶 然後從來在聖經裡面也沒有她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其實在上一年開始 我們想要做多一些 把聖經裡面那些女性的那些聲音 表現出來 所以就在10月份的 11月24號我們就做一個 一月會就分享這個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 我們開始從政策和教育 然後一些真正的輔導的工作 就慢慢對這個議題的產業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小同 分享一下她的經驗 然後我想 接下來吳三老師也要分享 我們台灣的Church2 是吧 我們把時間交給吳三老師 對不起我跟妳講 最近在這幾天其實實在是太忙 然後而且我覺得我今天全身痠痛 吞了兩個指頭腰牌的 那那個 不過我想就是 我可能用一個 幾個層次來談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想要講就是 剛剛有人問到宗教基本法 然後政教分離的問題 那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那然後第二個 我就想特別談一下就是說 這個宗教信心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特質 然後在基督宗教裡面它具有什麼樣的一個性質 是非常特殊的 那在之後我想要談就是說 這個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時候討論這件事情 它可能不是只是對基督教有用 就是對基督教有影響或者是有意義 那我大概就是這樣子 三個層次來談這件事情 那個 所以我想首先要講就是 對 就是宗教基本法的這個新聞一出來以後 陳一堅老師就聽 哈哈 你看到我嗎 這個問題 哈哈 我就跟他講說我看到了 我有在注意 那 大家如果知道我的立場的話 大家就知道 我其實支持同婚 那但是我在講同婚 支持同孕 支持同婚的議題的時候 我也會希望能夠畫一條界線 就是能夠讓所謂的宗教自由也可以獲得保障 所以其實 其實我是 我其實並不認為 但雖然我講宗教自由 我並不認為宗教基本法 現在所講的那些東西是OK的 那我想說一下為什麼我認為它不OK 第一個我要講 其實那些追求宗教基本法的人 通常都認為宗教的真理 遠超過世俗的法律 那那個 聽起來好像很對 但是你知道 宗教不只有超越的真理 宗教還有驚人的錯誤 基督宗教就幹過非常多的驚人的錯誤 我就不要講十字軍東征 獵殺女巫 這歐洲有些村子裡面在那個時候 他也認為他也輸出那個宗教真理啊 然後就是形成了女巫 就寫那個Dominations 就是寫了一個女巫之錘 然後大概就根據那個女巫之錘來 判定誰是女巫 像我這樣子就是女巫啦 我的所有的字都集中在左邊這邊 然後我的腳受過傷 人家拿針擦我的腳的時候 我可能沒辦法分辨到 你是哪一個拇指被擦 這樣子就是 但是在那個時候 這個就是被判定是女巫 然後當時殺女巫殺到一個什麼程度 殺到一個村子裡面幾乎都沒有女人了 那到底實際上 在這段時間裡面 喪命的人有多少 其實就有的人說四十人 有的人說六十人 四十萬人 有的人說六十萬人 所以宗教不只有超越的真理 宗教有驚人的錯誤 那然後 那甚至包括基督宗教 馬天路德 他在1521年的時候 他出席了那個 那個 沃爾姆斯會議的時候 他被面臨天主教要威脅 說要開除教籍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說的 他說我對教皇跟議會都不信任 他們常常犯錯 而且自相矛盾 這是眾所周知的 我只能用我所引用的經文 跟受制於上帝化語的良心 為依據 我不能也不會退縮 因為我也不會跟我自己良心對抗 因為跟人的良心對抗 是不安全也不應該的 這是我的立場 先上帝幫助 那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 在宗教裡面 不是只有順民 也有異議人士 好 那 另外我要講 就是 宗教也不是只有超越的真理 宗教是一個世俗的組織 所以 我知道我的臉書上面 從宗教基本法的新聞一發布之後 就是 排山倒海的 就是從同婚的立場就說 哇 真是可惡的 可惡的這個宗教基本法 竟然說 那個 小孩到16歲以後才有 這個 提供自由 選擇自己的宗教自由 對 選擇自己的宗教自由 在那之前他都必須 遵從父母給予 或提供的宗教教育 那 首先我要必須講的是說 這個 我的看法稍微有點不同 我非常非常擔憂 這個宗教基本法 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前一陣子 才去參加過政大的一個 就是 華人宗教中心 華人宗教這個 研究中心的一個會議 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們討論 宗教中國化的問題 討論中國政府最近出了一個 所謂的宗教條例 然後那個 他在講所謂的宗教中國化 的時候 他其實講三件事情 當時的那個 那個 中國的宗教學者講三件事情 他說什麼 他說宗教中國化很簡單 很簡單的講 第一個要守法 我心裡就想說 廢話 是有哪個宗教不守法嗎 他要聽話 我跟你講 他講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的眼睛震很大 聽話 聽話不是一個法律的語詞 聽話這件事情的範圍實在是太大 那就意味著 要聽黨的話 要聽國家的話 要聽那個黨幹部的話 然後這聽話的範圍全是韓話 就是整個權力階層裡面 所有的人的話 我都得聽 這件事情 其實正是傷害宗教自由的 那 我參加了那個研討會 之後 我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講 那我的文章裡面引用了就是 吳建宁嗎 吳建宁嗎 吳建宁他們 這個最近出的一本書 是那個什麼叫做 吳建宁的劇嗎 那裡面有三篇討論 台灣的宗教跟 受中國因素影響的情況 分別從民間信仰的媽祖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 從基督教 黃克賢講的基督教 然後甚至是講 那個 講卓教 在解嚴之後的 四大道場 好 你們知道的哪四大嗎 國光山 法古山 慈濟 還有呢 中台 好 然後他就 這三篇文章裡面 都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 台灣有可能 已經開始受到中國 使用宗教統戰的一個情形 使得這些 在本地的這個 宗教人士成為 他在成為中國因素 操弄統戰的代理人 好 那這三篇文章 其實都很喜歡談 看得見的文本 所以他們從這些文本裡面說 有可能 而且他們說 黃克賢講的非常明確 黃克賢說 有 然後那個 探討 從媽祖信仰的那個 吳明君 跟彭一般認為有 然後當然就是 劉一寧講的比較含蓄 他說 佛教的四大道場的那裡 有兩間道場 其實並沒有 透過海峽 港岸的交流 去回到一種 就是 就是要 發揚中國 傳統佛教的移序 這樣子的一種 那種 淮香的秦蟲 並沒有發展出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法古山的這個 聖閻法師 他其實是受過現代化洗禮 現代化教育的一個人 他在日本拿到國師學位 然後他去美國進修國 然後他回來 他發展所謂的人間國教說 不走這條路 不走那條非常萌昧無知的路 那當然他也講到慈激 因為是台灣出生的 他並不是有中國血脈的 那樣子的一種情感的 那anyway我要講就是說 我懷疑 我擔心 在這個 在這一波操弄統治議題 想要趁勢通過 這個 這個宗教基本法這件事情 會釋放出一條 無法控制的猛獸 然後這個猛獸到最後 我們可能就不是 不是在這些議題上面 會被影響的 可能後面還有別人 那當然這是我的揣測 這是我的揣測 那如果待會有問題的話 我可以再多回答一點 第三件事情我要講的就是 宗教群體不是鐵板一塊 宗教群體裡面有權力不對的關係 我們今天在講Church 2 或者在講教會裡面的MeToo的時候 就正式凸顯這一塊 教會裡面的牧長 他其實握有相當大的權力 而且這個權力就是有上帝在為他背書 所以你才會聽到小公講 任何一個感覺就是被牧長性侵害了 他都會勸你說 要寬恕要忍耐 審判在主 在這種情況下 我警告宗教人士 你如果通過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法的時候 沒有公權力進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可怕的事情 你會發現無論是在天主教 無論是在德國 在澳洲 在美國 不管是波士頓 或者是賓州 Passelvania 他之所以Church 2的這個問題 可以被揭發開來 有幾件關鍵的因素 這是澳洲出了一段報告 他就說第一件事情 國家有明文的法律 國家有明文的法律 宗教需要服從這個法律 第二件事情 新聞是獨立的媒體 他不 他不隨便按砍 傷勢 如果你有開spotline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為了教會的緣故 他雖然是一個新聞媒體的工作者 但是他的新聞的忠誠 是可以打個折的 如果只有一個兩個故事這樣 那他可以不要報導 三個四個可以不要報導 百個呢 千個呢 他的 他心裡面的那個襯 他的新聞所謂的新聞自由 獨立報導的這個專業倫理 他那個襯一直失到 人數多過 他沒有辦法接受 跟承認的時候 他的襯才歪過來 本來他一直歪那邊的 好 好 所以當宗教可以完全破免國家的法律 他不受監督 公權力沒辦法介入的時候 這個權力不對的關係 就會更加的傾斜 好 那到時候誰會受害 大家等著看 好 然後我接下來要講說 然後我還想談一件事情 宗教是人權不是特權 既然宗教自由是人權 人權是不可以分割的 那接下來說還包含了其他的人的人權 還包含了其他的權力 那這些權力要如何獲得平衡呢 誰來會這些權力把關的 當然是政府啊 好 那所以我其實是 那我就很簡單的講 最後我還要再講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台灣的宗教 我拿台灣基督長把教會做例子好了 台灣基督長把教會做例子好了 1970年代的時候 因為國民黨戒嚴時期的強力操縱 使得他退出了普世教協 World Council of Church WCC 那十年之後他才重新加入 在這十年裡面 WCC討論哪些議題呢 討論了很多生育控制 其他類型的生活狀況 譬如說離婚 落胎 然後但是在這十年裡面 台灣的教會是完全脫節的 台灣的教會是完全脫節的 所以台灣的教會很容易做一件事情 他就是跟人權對著幹 他沒有機會發展他的人權神學 他沒有機會跟普世教會的那個夥伴 一起來探討 從基督教信仰我們如何看人權 人權這件事情不是違反上帝意思的 它是現在的一種治療的理念 它是可以獲得在基督教裡面正成的 就像基督教千百年以前 喜歡幹神權政治一樣 我們現在只是換了一種治理的方式 而這種治理的方式 而這種治理的方式 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獲得基督教信仰的 的背贖或者是支持的 那可是很可惜 台灣的教會就喜歡跟人權對著幹 那其實不只是台灣的教會 喜歡跟人權對著幹 那個台灣很多的尊教 就喜歡跟人權對著幹 所以奇怪了他們在台灣宣稱 他們應該要受宗教執政法的 那種無限制的這種自由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他很有本事 他這麼相信他這個是人權的話 他應該要中國對安全 他們不是交流嗎 他應該把這樣的一個宗教執政法 這樣一個好東西要更好的問題 跟世俗的科學跟知識體系去交流 對基督教信仰有好處 有什麼好處 他不見得會完全使得宗教走向中末 他相反的會突使這個宗教開始反省 建構新的神學體系 然後創新 那我接下來要講 台灣其實就受這一波的影響 1987年 武士教學開始在推女婦女團結10年 1988到1998 這10年台灣就收獲了這樣一種好處 他跟女性主義的理論對話 然後他開始發展所有的女性神學 不是你知道嗎 就是無奈的事情就是 什麼好東西到了台灣 哪都會壞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那個10年裡面 推動了很多的查經班 案例了很多的牧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到現在 已經案例那個女牧師60年了 很不幸喔 我告訴你台灣還有一些保守教派 是認為女人是不可以的案例 那我就不要講天主教會到現在都不能夠讓女性 私奪了 好那 高天香1987到1988 在台灣 他本來是黑名單的人 他在香港 然後回到台灣來推動那個女婦女團結10年 10年之後你覺得10年應該有成了吧 對不對 是嗎 10年你最少還出生10年可以長多高 你來告訴我 你覺得10歲小還差不多這樣子吧 還更高對不對 如果是女生會更高對不對 高天香10年之後他這樣子說 他說婦女神學在教會內出生了停滯不前的現象 沒有前進是後退 而且很可能不是教會內復全勢力的反撲 是 女性自己 女性自己 對 女性自己為什麼會停止 不再推動這些事情 有部分的女性 她那個時候只想要追求 跟男牧者同工同重 可以被教會接納 去擔任牧師 除此之外 她沒有別人其他的興趣了 她對於危險的議題 她不打算死到水深處 所以離婚 離婚這個議題實在太冒險 多台 這個實在是 太太冒險 好 同志 你現在注意看 台灣紀錄長老教會裡面的民傳 誰曾經出來 什麼時候發表過任何的聲明 根據她過去 性別被歧視的經驗去講過這件事情 好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 就是從個人的層次來 爭取自己的利益 然後我們就 安逸的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所以 1970年 台灣紀錄長老教會退出 打破信心 十年中 1980年台灣紀錄長老教會加入 可是我們在同婚的議題上面 很少看到 這樣的討論 我們在講到 Church To Me Too的消息說 我們很少聽到這樣子的相關的闖述 好 那 基督教的神學跟士徒的社會 或這個學科進行對話 有助於神學的深化 它不是壞事 它是好事 那你既然要 容許這樣的好事發生 對不起 你需要留一點空間 你必須要留一點空間 好 那所以我接下來就要講 就是 討論 在這個時候 討論全出 有一個很好的意義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基督教會 對他自己的教育 這麼樣子的肯定 他的教育這麼好 別人的次數的教育都不好 次數的教育都把小孩交換 只有基督教教育 可以把小孩交好 請問為什麼基督教教教育 你們都會有這麼多的家暴案 心情愛你 你的教育不是最好嗎 我覺得齁 基督徒要勇敢一點 我講這件事情 我講這些事情 不是因為我愛上帝 或我愛我的教會 我告訴你 我其實是 愛我的教會到一個地步 雖然我因為同婚那一體 覺得非常痛苦 沒有辦法去教會 但我每個禮拜天還是會坐在那裡 只是我不上去禮拜 堂坐禮拜 我就會坐在下面 忍耐等候 他們坐完禮拜也不下來 你不知道 宗教信仰對於一個人的影響 就是有很多的人會覺得說 真的教會這麼樣子的父權 這麼樣子的反同 這麼樣子的騎士女性 你就離開就好了啊 對啊 你看這麼簡單的答案 為什麼我沒有選擇呢 因為我特別笨 當然不是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信仰對我很重要 然後我拒絕把這樣的信仰 讓給一群人 讓他們隨便胡搞瞎搞 這不是只有我 很多的婦女神學家 你知道在那個時候 就是孤君奮在教會裡面 不管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 Rosemail Ruth 你知道他們其實是 跟男性的神學人比起來 他們真是拚了命的在寫書 你知道嗎 拚了命的在寫 因為他拒絕把他的信仰 把他的上帝讓給 那個他看起來 非常的父權 非常的冰斷 甚至邪惡的上帝 好 那所以我接下來要講 我們現在談 宗教性侵害的這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可以提醒我們 我們到底想要建構一個 什麼樣子的宗教文化 我們想要建構一個 什麼樣子的 宗教跟政府之間的一種關係 然後第二件事情 如果我們稍微有一點歷史 我們就知道 宗教性侵害在台灣 它不是罕見的事情 它發生過很多次 而且不只是在基督教 它在佛教中發生過 而且當初只要出來 站出來說 他被 他在這個教會裡面 或者他在這個宗教團體裡面 被刑侵害的人 都遭遇到極其難堪的反撲 譬如說2001年 這件事情距離現在也不遙遠吧 對不對 才17年對不對 那個時候 有一個廟文遺詩 他指控他遭到 無需長老的性侵害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絕大多數的佛教都說 要嘛他沒有遭受到性侵害 要嘛他遭受到性侵害 要嘛他遭受到性侵害 竟然去找 萬面的婦女團體 來為他嗆嗆 甚至舉辦記者會 那件事情是不符合 佛教沙門界 然後呢 然後你們知道嗎 在那 之前三年 1998年 是唐台生案 唐台生牧師 我剛剛稍微Google一下 這個牧師 他那個時候 是聖結會的牧師 他因為性侵犯女教徒 而且在教會裡面 進行集體性教育輔導 被開行三年兩個月 2005年 2月他出獄 然後他又成立了 跟自己的教會 然後他又利用 8名小徒長 性侵了13名女性侵 2007年 他被捕 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接受3年的強制治療 2009年 他在二省 警區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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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有想過嗎 這種事情 如何可能發生 如何可能在一個台灣 這樣子的社會裡面 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這些事情的發生 都很像 我跟你講 其實都很像 都具有一些特質 都跟你現在看到的 德國的情形 美國的情形 澳洲的情形 不管是鐵路教會 在聖海 那個Elegant Church 或者是加拿大的 澳洲的 英國的Elegant Church 都很像 有人出來檢舉 然後就被要求 就是 Keep it in secret 家族可以外揚 我們就是在我們團體裡面 就是 處理就好 然後這群團體裡面的人 其實根本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 那 他其實是非常封閉的 然後很少跟外面的學術去交流 他都靠他自己的一套 然後想當然按的 然後 這件事情就 就被 那個刀包具輕輕放下 然後這個事情 就不停的 repeat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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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到1998這十年 當時是一位 長老教會的平信徒的女性 高天香 她在協助推動 這些婦女神學的事工 那很可惜 她2000年的時候 就一塊八在海門 然後就從神學院退下來 她退下來的那一年 剛剛是我開始寫 女神學的那一年 我張浩覺得我的 我所做的這些東西 是在違反她 是在感謝曾經有人 做過這些貢獻 然後提醒我自己 不只是為我現在的這一代做 為我下一代的女青年做 然後希望將來 十年後 二十年後 有別的人出來 繼續為她的下一代做 神學院的進步 或神學知識的進步 需要靠累積 那我只能夠說很遺憾 我沒有為高天香教過 所以我感覺 當我做了就是 好一陣子以後 我回過頭去看 她也會變得太先進了 我引用的文章 我討論的人 她都討論過了 好那 我就是希望我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是 可以稍微放下 你對你 宗教的這種忠誠 有的時候 你要保持一點距離 客觀的認識你的宗教 你才能夠幫助你的宗教 邁向更好的未來 那我們就這樣談到這邊 謝謝文山老師 那 其實 我想 我算是主持人 不能這樣 不能講太多 但是我想分享 一兩件事情 就是 像一個基督徒的話 向來 向來是以 基督徒做為第一個身份 那我們當然也是一個公民 沒有錯 所以 基督徒在教會裡面 這一類事情 會特別困難 是因為你的第一身份是基督徒 第二身份你才是公民 往往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世俗的國家的要求 你第一身份是公民 然後呢 是否為教徒 是一個沙巴的選擇 好像說你要或不要 所以文山老師 人家才會說 那你就出來嘛 好像說很簡單 你自己有選擇一樣 但其實它是非常的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 特別是 對基督徒而言 這一個身份 它要你的那個認同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它從你的出生 來到世界上 為什麼 以及死後要去哪裡 全部 一整套的故事 沒有任何一個時間點 可以在外面 所以 所以 它那個想法是 可能會跟 有的宗教沒有那麼 的 就是 它的要求的高處很多 那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教會裡面 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往往就是 特別是在那個 階層 嚴密的 這樣的教會 體系底下 那 像是那個 初信的 還有 木道友 沒有 特別容易會受到 就是 那種 教會的權威的 這一類的 你說 可能因為他們的幫助 或者是因為他們的權威 各方面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更 映微的一些做法 比如說我帶你茶巾 我帶你幫忙 然後 以前我曾經帶過一個教會 我就一直覺得很好奇 我後來 我待了半年 我無法再待下去 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個團器的 帶領團器的那個長者 每次都跟裡面的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 都會變成他女朋友 我都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就是 因為這裡會有一個 屬林上的 知識上的 這種的權威 然後 剛來的 或初信徒 其實反而 它會有很難反抗的理由 所以 這個是在教會裡面會 特別有的一種現象 那我相信 這個可能在 也許有任何階層式的 這一類的 宗教組織 大概都會有 那 剛剛有談到不少 那個 可能是 宗教 就是像中國因素 或中國的宗教的特色 那 我不想多講 但是我只想要分享 我2003年到4年 2003、2004 住在 住在中國 我在上海住了一年 然後去那裡的教會 剛好有一次碰到黨慶 那黨慶的時候 一開始 牧師就是 先告訴我們說 我們感謝黨 如果沒有黨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機會認識上帝 我們感謝黨 如果沒有黨的話 你們大家在座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當基督徒 我們感謝黨 從頭到尾講了十幾次 我們感謝黨 我都不知道 我在教會還是在黨會 可是 這一個現象 坦白說 像我們政治學界 我們最近知道說 就做中國宗教的 或者是兩岸宗教交流的 這個其實已經進來台灣 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綿密的方式 已經 已經進到台灣了 而且我們這一邊 也有不少教會的人 非常急切 而且要表現出來 比中國還 比政府還更希望 他們能夠掌控 宗教的這一個領域 我說我們的學者 比他們還更急切 表達我們對他們的忠誠 這個狀況很多 而且以什麼理由呢 每次都是以說 我們要去那邊傳教 就要聽人家的 就按照人家的規矩 所以就是 剛剛以前老師講的 就有好幾個 說法律啊 風俗啊 道德啊 還有個人良心 可是我們有好多教會的人 其實 或者是學者 他們會用這個 聽起來好像很注重人家 在地文化的感覺 就是說你過去那邊 當然人家是共產黨的國家 或者你當然是要 要聽人家的法律 所以呢 他們會憲策 比如說會告訴 會告訴北京的宗教 會要求他們說 要更加的嚴格的把控意識形態的教育 然後希望教會裡面的每一個基督徒 都應該要接受黨的 那個共產黨的信仰 然後甚至呢 現在已經是取消掉了 應該說 聖經的 市面上能夠買來到的這些聖經 已經是不行了 也不合法了 他們要自己翻譯自己的聖經了 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 我們感謝黨 或者是 如果沒有黨的話 花想必不會出生之類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我們聚集在 教會裡面的問題 教會裡面的me too 這個問題會比較大 所以我相信 許多來的人 他們可能會 就是在座的朋友 會特別想知道 我們談論的這些東西 其實希望讓教會 應該說 讓世俗的法律 或者是 讓民主憲政的法律之間 翻過來 又到教會裡面 這也是一個層面 還是教會裡面 其實是有某種的 接受世俗的這個法律 但是是不是有特別的因素 要做某一種的 你說修正 或者是甚至更加嚴謹的 諸如此類的 那我想 這個會是我們今天 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世俗跟教會之間的 我們到底只是要讓教會 變得更民主化 更符合憲政 那還是 教會必須要化開一個 變成一個獨特的領域 在那裡面有 他自己的遊戲規則 或者是你說 有他的玩法等等 那以及 是不是教會已經有太多的 內部的在地的 他的風俗 他的想法 而導致很多人 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反而會更加移住 那怎麼辦 所以我其實也有一個好奇說 所以像今天這樣 上位強者有一個指向 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嗎 比如說教會裡面 都應該設立類似學校裡面的 這種兩性平等 所以我們會等等 是類似吧 沒有嗎 你如果早上就會其實 有難度 心同虛射嗎 沒有 沒關係 就是 等一下 那我們也可以 讓 那對我來說 好像教會 苦苦應該有那種 我覺得教會 他是那個 社會巷子其中一員 所以 他不能有一個雙種標準 一方面你又拿那個支援 就是政府的支援 然後拿大家的錢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另外就是 要你去負責任的時候 你就說 不行我們是獨特的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能雙重標準 如果你是這樣子那麼獨特的話 那是全部的東西 那錢啊 比如說在香港 像台灣一樣吧 社會是會幹很多 醫院啊 學校啊 用很多那個支援 然後那個土地呢 是非常值錢的 在香港也沒有放出來很多 我原來用牧師是住在那個豪宅裡面 然後他的人是 是非常貼重 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 不能夠雙重標準 所以在我的角度以下 所以我推動的書籍也是 應該用一個 比較 你說事局 或者是經過大家討論 聯誉的紀念底下 書籤是法律來規範人 然後 因為我覺得 同一時間 教會常常說 人是罪人 人是惹弱的人 對 那麼時候其實那個 市區的那個法律 其實也是幫助我們 在規範大家 然後 在我的信仰當中 耶穌 我覺得為什麼 有上帝跟耶穌 跟聖禮 他其實是 講的不同的事情 然後 基本上耶穌就是 進入世界 他不是在那個山上 就跌倒而已 他是真的 進入世界 然後就 參與到這個世界 那個規範 跟那個模式 所以覺得呢 如果我們常常說 教會要學習耶穌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 會有 沒有質疑的地方 所以聽起來香港是沒有這個真意的 就是說宗教組織 起碼並不會想要 有他獨特性 對 或者說在法律這邊 是不會想說 我不要遵守法律 我自己 是沒有這個真意的 應該是說 如果那種 可能那個在教會的光譜上 某些 信仰上比較是保守的 他從來都是比較覺得 人是跟 就像有些弟兄 就是想說 那個什麼 地上跟 就是那個 屬林跟屬地 是分開的那種概念 還是有的 所以 他基本上那一群人 從來都不會 跟我們對話 但是 但我覺得現在 所以傳媒的重要性 是非常有 因為 大家現在參與教會的人 他不只 聽教會人講話 他會看 看 網絡 然後新聞 其實其實參與教會的人 現在已經不只是 對 他們還是要工作 還有上課 其實其他的東西 會衝擊到他 所以 然後其他的社會運動 其實也是幫助我們 比如說 其實 基督徒要不要投票 要不要參與 公民運動 其實這個東西 也是幫助密途的 其實 雅清廷的問題 原本 性別的議題 都被當作 是一個 私領域的事情 沒辦法搬到公民域裡面去 但 女性主義運動 長期下來的結果 我們都已經接受 性別的問題 其實 勾領域裡面的問題 所以 比如說他應該是有提起公訴的 而不再 而不再是 那個 就是 你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告 性侵者 但 但現在這個宗教法 等這個 趨向 又 要 退回來 把 教會 當作 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私領域 然後我們自己關起門來 錢 怎麼用 打打小孩 性侵 你們不要管我 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了 其實有這個 相對可怕的地方 但是 這一帶也都是一個兩難 因為 比如說要保有多大的獨立性 你才能夠讓這個宗教 才能夠好好發展 但是呢 你保有這個獨立性的結果 是不是又等於你製造了一個圍起來的空間 然後不錯外面的監督 那也許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說 每個教會裡面都 內置了這個兩性平德的委員會 也許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那個 跨教會的一個大大的 這種兩性平德的組織 也許也是一個方法 那 我想 就是 接下來我把時間 就是交給大家 然後 讓大家就是 就是你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然後可以直接問 請跟三位講者 然後我們可以有 有多一點的互動 我可以 第一輪 我至少先要三個題目這樣子 來 請辦 周樂朋友 主持人好 三位江澤老 香港來電影好 換雅雅來玩 謝謝大家 很開心 我們今天就是 就跟M2比較有關 像 因為M2很廣 然後 源自於 應該說可以從 從美國而來 可是他又跟法國的女學人 完全又不冠冕 法國的女學人 似乎又不是 是那麼支持的M2運動 對 我 聽說啦 但可能我的消息 不太正確 地方好 對 這樣子如果 如果這麼矛盾的情況下 好像有一點矛盾 美國人 美國人 然後對我來講 我身為一個男性 成年男性 異性戀 然後我也婚 在基督教 福音派教會 然後長大 我自己又是 台灣的成員 我會感受到 在教會警局裡面的時候 就像剛剛那位主持人講的 也許好像有這種狀況 也許好像有 同感保證 都是這樣子 那 我的問題 反而不想講我的問題 好了 如何來面對這個 M2的運動 有時候 男性碰到這個狀況之後 會變得 讓自己反而 忙手忙腳 你對這個女生 有點好感 你會變得 根本不知所措 該怎麼去面對她 對 這個 我自己有一種這種感受 對 可能不代表所有的男性 對 想要分 就想請問一下 各位 還有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第八點 剛剛分享DVD裡面的第八點 蠻想問的 他講到說 受害者面對性騷擾時 會有多種情緒的反應 然後 在不是宗教信仰的情況下的 女性 或者男性 或者是 不同性別的人 他們 他們 有宗教信仰的人 跟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總共遇到的傷害跟壓力 說會比較有 深刻的 談過 這個要如何去分別 怎麼把它判斷得出來 你們分量都標準 又是什麼看 這個也沒有好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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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第二 OK 最後一題 我的問題可能跟V2沒有關係 我的問題跟宗教共同化也有關係 就是 這邊有提到守法輪廳 那 其實 還有宗教基本法的問題 那 前陣子也有一個新聞 就是跟四大三小的關係 就是 就是實際的制止之心 就是 一部電視劇 背後下架的問題 那 如果今天宗教基本法通過以後 它不再那麼受到台灣的法律 的 那個 就是 限制的話 那會不會 就是 一個問題是 那會不會它其實 很大一部分是 它反而開始去遵守中國 中方給的壓力 跟那些 就是 就是 想法 它們的一些指示之類 就是 我有點 我有點讚 OK 好 直接關於中國的 那 還有第三 個問題嗎 OK好 大家這麼可惜的話 那我們就先 先做這兩個問題 請 請稍微講著 開始 我想先回應一下剛剛的文章老師講的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看電影 然後我印象中看了一個黑白片 是關於羅馬教會的一個女性 一個女性跟那個羅馬天主教 類似像牧師的一個對話 那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我一直找不到那個電影 它就是一直在追問人生的意義 就有點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那所以我對這個天土教的一個信仰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那個時候是覺得 欸 真正的神學師 就是一直在 欸 不停的反省 辯證 然後一起思考 所以我剛剛想說 您提到的第一個身分是基督徒 以至於公民的身分可能 就是說 某種程度會 讓這個教會裡面的一些性侵害 沒有辦法 就是很快 就打破這個承諾 來接受一些法律的究竟 我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這個組織 有一點點像 其實學校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都相信 或是各縣市政府 我現在在推動性騷擾防治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掛鈴是最好的 然後但是對我來講 如果性騷擾一年都是零 那表示他們宣傳不利 那像我們世新大學 我們一直在做 您剛剛所說的那幾點 就是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們大一進來新生 就跟他講 起碼我們會走班 然後18週做 一週兩個小時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全 我們已經有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未來你這四年 如果在學校裡面受到 因為性傾向因為性別等等的虧待的話 我教你怎麼告學校 就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是 每一個組織難道不應該 就是說 如果一個自己可以成為系統的組織 應該有修正自己錯誤的機制 他必須是內建的 那你就可以聲稱說 我認為是這樣 每個系統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就是個別的教育 在自我的那個宗教系統裡面 去進行改革 比外面指說 你們要改革 那個力量是滿大的 那性別平等教育法 目前可以做到的 有一點就是 在大學裡面 可是雖然你走我們學校 所以我們學校的案子還滿多的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因為要讓他 第一個他要知道 所以他來 我一直就是很 就是一直會跟學校溝通 就是說 你不要怕他來申訴 他來申訴之後 你應該讓他謝謝他 謝謝他 讓我們知道 有一個 第一個 你要讓他有信任的感覺 第二個是說好 這個表示我們可以 在課程啊 或哪裡啊 做一些修正 所以下一次他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來找你 而不是去找水果日報 對吧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其實你今天有戲 每一個人都活在很多的系統裡頭 所以他在教會系統裡面 如果覺得受到虧待 或是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在學校也是一樣 他可以立即的向外傳播 那這個其實就是 就很公立的來講 這也不是我們需要的 因為就是因為在那個 各別的就學環境 或者是組織裡面 那我真的很謝謝文森老師 跟林剛的發言 讓我就是又燃起了希望 我一直在這些信仰之外 就是徘徊這樣 我過去交往的時候的人 都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沒有去教會了 但是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 他都會一直反省 因為他們 我覺得 對啊 就是現在看到很多的天主教 特別是西歐北美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 我們就說是 就是organized religion 然後他們本身有一些 組織上的問題 可是你永遠可以直接跟神對話 不是嗎 那是我初衷嘛 我覺得對於這個宗教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分別宗教信仰 宗教價值跟宗教團體的人 對不對 這個其實不一樣的 那台灣其實的法律 其實想要通過一個叫 宗教團體法 是把它當成團體來規範 因為有土地的問題 有賦稅的問題 你剛剛有提過 各位每次都要土地 但是其他事都不要 好 就是這個 這個是 權責可能是 不管在哪個系統 我相信人們都是願意接受的 好 那我剛剛想要回應那個男性 你是男性的嗎 對 我想要正對你 就是metoo的 有時候好像 沒有那麼多的證據 跟法律 你是法律人 我想要正對你跟法律 其實metoo 我跟你說metoo的意思 剛開始他只是一個社會運動 意思是說 是統治發情 不是 不是不是 metoo是 應該是性騷擾性侵害的受害人 他就說我也是 我也曾經發生 所以很多學校都會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學校沒有性騷擾性侵害 跟明明就有 所以一個出來之後 第二個說metoo 然後有更多的人 那這個只是 我想第一個 他的社會運動的意義 是在於去說 你不是只有單獨一人 並不是你個人做錯了什麼 或者是你特別 穿個花枝招展或做錯什麼 沒有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等等等等 所以metoo 所以我覺得metoo 那你只能把它理解成是一種 對於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網路社群的公開化的 互相連結的一種社會運動的指稱 那因為你剛剛問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去看說 裡面的個案是什麼 無敵人好了 我跟你說 如果我是法律人 我不可能將會答你 因為無敵人我又不認識他 你覺得我們隨便看看幾遍 那個新聞 我就敢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就敢 我會看 譬如說判決 我會鼓勵大家 就是如果這麼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那個司法院的系統 然後有一個是 對 想要判決 就是 如果是對法律人而言 我一定要事實 而且也是要一個set的所有的事實 你不能直接跟我講說 欸他做了什麼 就對逼什麼沒有 那個東西 就是說你 他是在什麼樣的情境裡頭 裡面他們有什麼樣的對話 那可是我是很 我覺得他的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現在很多的年輕男性 他開始感到不安 因為這邊一個 那邊一個 這邊好像所有的女人 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如果七個裡面有一個 只有說 那家人 那不就是我們男人嗎 那我覺得這個首先要肯定你 就是有反省的能力 很好 就是絕對 因為很多的男人 他們會說 一定是別人 不是我 我願意參加 Women's March 台灣 對 對 那我現在對待 我現在覺得 這天下就有兩種 一種是會反省 一種是不會反省 所以我現在比較喜歡 跟會反省的人在一起 因為我每天也都在反省 說我是不是說成話 你反思 你基督徒有一個反思 就是每天就真的想搞 真的嗎 我真的是自然的 我就是從小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會覺得 你剛剛說 在人際互動裡面 現在是不是 奮技比較 對 沒有辦法捏 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開始說話啊 我們人通常會透過言語的溝通 跟非語言的 nonverbal的溝通 對吧 當你不太理解的時候 你是人啊 你可以問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語言 你還是可以用羅曼蒂克的 sentence 就是巨型去與你的女性夥伴溝通 就是那個需要很多 最近有一本書叫性的解析 第二次的第一章 第二章是談性表達與性溝通 我覺得台灣人非常需要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沒有 謝謝 我先幫 我幫男性說一下話 就是說 這類事情一多 就像女性主義在崛起的時候 很多 比如說男性的話 因為 會害怕說 我們做什麼事情 就可能會 好像是歧視女性 什麼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說 我們要做更多 然後很多人都不敢碰 以前在英國學校非常好玩 就是升等的時候 女教授一定要先生 男的時候 你又晚一點 你又晚一點 都開始變成反過來 然後大家會害怕 然後呢 就是男性朋友會說 那在教會裡面 這樣怎麼接觸女 好 所以說 女教友 還是變成說 那都去找 也不能找 也不能找另外一個教會吧 你就乾脆找外面的人好了 OK 外面就是這樣子 如果在整個社會上的話 大家都不太敢 就是 都會覺得有這個界地的話 那 男的是不是要被逼的去找男的 就算了 意思 意思是這個樣子 男就對男的也會有性喪惡 跟性侵害 其實就是 兩方溝通 只要不一致 沒有良好的溝通 其實就有可能 違反他人意願 那 那所有的問題其實在 只是在說 這一個 意識的高漲之後 會不會 其實 非常偉妙的 也造成了 我們不是進一步的溝通 而是 那種 我 我進而遠 有這個違心 但是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辦 OK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焦慮 好 我沒有很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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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慮 我稍微回應你一下 你講得好像法國的 法國的女性跟 美國的女性 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個其實 我想你們應該是看到了 卡瑞琳丹尼弗 她對於美國的 MeToo運動的一個批判 但是你知道後來她修正了她自己的辦法嗎 對 卡瑞琳丹尼弗 開始的時候就是說 強暴當然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 拙劣的追求 不應該被講成 MeToo 那她其實應該就是 她太好心替男生著想 那這 事實上 拙劣的追求 就會 女生會 你想想看拙劣的追求 如果女生對你沒有興趣的話 她其實就會直接怎樣 拒絕你了啦 而且那個第一次第二次你不會 你追求被拒絕是會有挫折感 對不對 你不應該會完全沒有get a message 對不對 那 就我們女人也不是那種 癌菜必爆 你稍微越界 我就 這條線就是在這裡 你稍微越界 我就 絕對把你搞到死 我們也不是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 其實尤其是在追求的過程裡 裡面女生也會覺得說 欸 這也是我的honor 有人追求的 所以 除非你是 她已經暗示了 她甚至明示 你 你仍然一而再再而三 你覺得別人的意志 可以被你彎曲 這是什麼啊 彎的可以搞成直的 直的可以搞成彎 你一而再再而三 做這件事情 對不起 那你不叫追求 那你叫為反彈的意志 那這種騷擾 actually 不是只有在性這件事情上面 經常發生 你也會接受那種 廣告騷擾 對不對 她因為在再而三的 寄到裡面 你已經告訴她說 請不要去利用我的 呃 電話 send簡訊給我 我對這一類的訊息 都沒有興趣 麻煩你幫我 從你的那個 打電話的名單 你要銀行 你要借錢給我 但我沒有這個需要 麻煩你幫我把 從那個名單上面 delete 掉 欸 就是騷擾 騷擾沒有那麼樣子的不明確 騷擾對於他人意志的違反 跟就是侵犯 沒有那麼 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不明確 那我只是要這樣講 然後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對 MeToo它是 它其實不是一個訪律事件 它其實是一個社會運動 它是在呼應說 有 我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並不是真的想要 透過這個運動去控告誰 那我自己做過一個這樣的實驗 我覺得 有些男生聽到MeToo 就感覺到非常焦慮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為 他沒有分清楚這個一份計 然後或者是他不願意面對 那個真相 我剛開始做婦女神學的時候 曾經在台灣神學院 講過一次分組婦女神學 那那個時候下面做的 絕大多數是男生 那你可以想像 我看起來只是一個 那個 小毛頭 又沒有練過神學院 憑什麼對的 一個神學 一群神學生上課呢 然後他們 尤其是我提出這麼大膽的訴求 我說對不起喔 聖經都是男生寫的 所以你 聖經就是犯罪現場 你讀聖經的時候 你就要像柯南一樣 你要是沒有辦法像柯南 你就會變成毛利小五郎 那 那 下面就有人反抗 他就說 聖經都被我講成這樣一文不值的話 那我到底想相信什麼 我就說 你相信你的女性啊 你相信聖經的帶領啊 你相信上帝幫助你 打開聖經的訊息啊 那 那 但是就是下面竟然有很多那種雜音 那我就說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公投 我不是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但我現在來做一下公投 我就說 請班上所有的女生投票 大家好 你這一輩子到現在 他講二十 很多都二十幾歲 你自己從來沒有在公共場所 公車上面 被騷擾過 你在馬國上被騷擾過 或者你從來沒有聽過你的家人的朋友 我就說你要確實的人 你不要聽過什麼 rumor 這個傳這個這個傳這個 不要傳那麼多 你周圍 你認識 你確實認識的女生 她沒有過這樣的一個人 那個 請舉手 沒有人 沒有人 我一直不知道當時沒有人舉手 這件事情意味著 一直到很多年之後 有一個人告訴我說 她是一個女士 然後她就說 她沒有辦法想像 沒有人舉手 她一直以為這是她的問題 她不知道這件事情有這麼嚴重 有這麼普遍 所以我覺得 Minto的運動也必須在這裡 你不孤單 你會讓女生知道你不孤單 而且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普遍到就是說 欸在一個班上 二十幾個人的班上 今天有一個人舉手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再稍微 講一下就是 Church Who 那就是大概在2017年喔 你要知道 我是在2017年 參加大專神研班的時候 我也做過一次這樣子 那個時候大概有一百多個人 兩百個人 的場地 那我就是 問 也是遇到了一些 那個看起來 非常不同意你的眼神 那 我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來問一下 妳曾經在教會裡面 跟妳的福島或牧師 談過性為妳的請求手 那妳們要不要猜一下 剛剛妳們猜錯了嗎 那她這個才十二百 那妳們要猜一下這個 我遇到這個情形是幾個 來吧 那個對教會好有信心的 滴手 麻煩妳猜一個數字 妳說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人 對 差不多一百五 一百八 一百五一百八 我剛才說我對教會的人 是對上帝的 對對對 那妳來猜一下 妳就憑著妳的感動猜一下 幾個人就什麼 妳說七個裡面有幾個 沒有沒有 我就是一百多個人 一百五到一百八 整個班 整個會堂裡面 對 妳猜有多少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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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 那我現在就直接告訴妳 這顯示什麼呢 這顯示我告訴妳 這些蒙蒙粉告訴妳 說性教育應該怎麼看 請問不要相信她 因為她從來都沒有交過 沒有經驗的人 不要隨便出來亂講話 不要相信她 我相信我當時問的時候 2017年喔 我沒有騙妳 2017年我記得很清楚 今年2018而已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好 那所以我想我就是稍微回答妳的問題 我只是要凸顯就是說 這個現象 這種缺乏 這種suffering 有多麼的普遍 跟多麼的人重 那 那我就講到這邊了 我剛剛真的要說這個 就是因為其實也有 裡面有提到妳剛剛有說一句說 在教會裡頭比較少談性嘛 其實也不是只有在教會 在學校 在我們日常生活 但華人社會其實真的比較少談性 所以也難怪妳剛剛會講到 就是說我們如果很少談性的話 那性的互動 當然就是更不可能練習 或者是會去知道 就是說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人際關係 本來就需要透過 從幼稚園的學習 國小國中 慢慢的有時候 我打通妳有時候 等等等 那妳看性 如果我們在完全沒有教育 沒有資訊 那也沒有那種可能的互動的機會 遲到非常晚 而且也把它當成是一個非常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負面的 這個印象的喔 那所以當然我們會有這麼多問題 所以我其實 就是這個打破沉默的教會的民主運動 我其實那時候在思考的是說 就像學校系統 就像一般的華人社會 我們從法律體系開始 透過了武器主義婦女運動 去推動了這個性造性侵害的方式 那可能教會這邊稍微晚一點點的幾年 可是其實我今天聽文山講 其實那個時候在那一波的婦女運動 也有在做啊 那沒關係這個我覺得是讓她已經有 你可以說她已經怎麼利用權勢 或者已經壞掉的案子 起碼必須要有救急管道 那不管是教會系統 內部的妳剛剛說的 可能自己有可能有調查的系統 或者是後面給她諮商給她資源 也許不是您自己可以做 可是可以跨團體幫她引介資源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可以更積極的去要求 我們必須要有這些詞彙 那其實最簡單 必須要有這個學習的機會 必須要有嘗試錯誤的機會 所以其實真的性格平等教育法裡面 所包含那個未曾實踐的 未曾教過的真的答案差不多 因為性格平等教育法 我們其實根據目前的台灣的法律師說 從國中高中每學期都要幾乎四小時 它會涵蓋什麼 性格平等教育 情感教育 同志教育跟性教育 那妳就想想看 同志教育跟性教育一定是排在最後 所以最後就是只是生理圖片的一個解析 就這樣 所以妳根本無法攜帶台灣人有一個 比較 不知道自然的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練習的機會 那練習的機會 大家不用每次立刻就想到 這個性交或什麼 沒有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種觸摸的界線在哪裡 會不會讓對方覺得舒服他 就是很簡單的這種 可能我們都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在這一波的運動裡頭 我想要提出來一個 也是比較積極的 就是除了我們去面對這個負面 或去承擔這個歷史上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的權力關係 所以造成了這些case 我覺得我們也要更積極的去 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相信說我們的社群 我們大家一起 這個是人類必定的活動 必定的活動 那這個裡面也有愉悅的 如果沒有性騷擾 沒有違反意願 性可以是美好 性可以是愉悅的 對不對 但願也是上帝的意志吧 裡面會有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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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裡面一定會有 你有很自然的相同 聖經裡面有一卷雅各 裡面一句上去都沒有提到 但它就是在講南歡與愛 然後裡面有一些 在我這個年紀看起來 真的是拙命的追求 我想插個一下就是說 其實B2在香港 其實有引發到一群男性非常非常的憤怒 然後有一張文章我覺得寫得很好 好像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就是女性受傷害的一些故事 其實大家我承認還是有一些女生是做得很不好的 就是利用一些女性的那個特質然後就傷害男性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能那種 我們日本有一個其實叫艷女就是討厭女性 然後在香港也很強烈然後韓國非常非常強烈 然後他們完全的對待那種me too的故事就是說 那些故事是裂照的那些故事就是傷害男性的 然後我就感覺到我就覺得其實男性跟女性一起有很多的傷害 然後很多時候就把以前的傷害就覺得 你的女性全部都是壞人或者是女性也覺得男性也是壞人 這個不是我們做婦女運動或者心靈運動想期望的那個結果 其實我們女性講的東西其實希望男性跟女性或者是同性 或者什麼不同性情和男性情 像我的朋友也是能夠接納自己然後尊重別人 其實是這樣子但是有些時候是講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不喜歡對面那個性別 所以有些時候我就一開始男性講她的憤怒的時候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就非常不爽 覺得憤怒什麼 女性都受害了很多年 但是後來聽到很多就是有些女生 我們香港有一個叫港女 就是那種會用很多名牌包啊 用男生一些錢啊然後買自己的東西 那它真的是存在的 所以這種經驗就會讓有些男生對女性是非常的不爽 但是我當然不能夠副略這個東西 所以對所以我能公平百男性的害怕 所以都慢慢兩方面性的要溝通多一些 好 不過一馬就是港女的事情 就是跟信沙洛這方面其實還有點不一樣 就是許多男人覺得沒利用 這個如果要講這個故事我可以主句了 我本身有很清楚 但這部房間我覺得主性是美好的性別 但是沒有人回答後面那位朋友有關中國話的 這個你可以這樣 那我都跳過 那OK 我的朋友 我的問題比較像是說 那我們今天還是假如說Focus為我們主題 M2在教會 我會比較好奇 當然M2也可能在任何的地方 那我覺得當然我們意識到 的確有這個問題存在 以後可能也不會消失 那現在我們應該比較著重在 事前的教育還是中間的預防 或者是事後的安慰輔導 和聖上正義這樣子 那當然這方面還有再分兩層 一個是生理學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那個政治法律 那另外一層當然就是在神學方面 那我想了解一下三位在這個Priority上面 會怎麼樣去思考或建議這樣子 既然問題已經產生 那該先從哪一個方面去著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你判 我現在就是一開始推動這個政策 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那個 文本法律的那個參考的話 其實它後面的事情是沒有那個匯放性的 所以我們然後我也有提到那個 其實沒有這個政策 其實你是會犯法的 因為那個法律的展示 也是要制定那個法律在你的那個機構 我應該是說你的教會裡面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個開始 但是如果只停在這邊是不行的 所以後面的那些教育 然後是訓練 就會一起開始 但是那個政策應該是有 其中一部分就是說 你是要規定一定要訓練 有些教會就以為 我只有那個懲罰的東西 或者是投訴機制就可以 但是其實教育的部分 那才是非常重要 然後審學東西 然後因為有時候 這個題目跟保守 跟寂靜的教會也有一些討論 但如果是推動政策的話 其實兩方面應該是OK的 但是審學教育 因為它裡面有牽涉了 他們那個中派的這個理解 所以是不容易的 所以就後面的事情 就慢慢一路路來 然後如果在過程當中 如果對我們來說 為什麼很可以推動政策 就是會用一個問決調查 就是用一個數字來 來逼你面對這個現實 就是原來那麼多的人 就發現了那個問題 所以如果出了一個問決的話 後面那個輔導也是要連結住 所以我不能完全整個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面面都是夠連到 但是對我們現在做的話 就是政策所以首先 你所謂的政策是 內部那個教委內部 沒錯 沒錯 防治性教委的政策 那這個將要通過的 應該是說我們現在 我的紀錄是通過了 2013年 然後後面就是因為出了報告 所以那個尋導會 以那個中派為主集來說 他們也是會這樣通過 但是當然你說現在 香港有1230間 所以也是一步一步來 但是他們因為某個教派開始 然後那個教派也是有影響力 然後就慢慢慢慢都是影響 然後我們剛才有分享到 香港有一個政府的機構 叫平等機會委員會 他本身跟一直以來 就是推動這個平等教育的方式 那些message 然後在前幾年 他就做一個運動員 然後他就叫那個體育總會 叫做派法文卷 然後就查一下 香港體育總會有合作 然後教育部也 然後我們正在跟他 就香港 就是可以跟他們合作 然後做一個教育 所以教會的那個調查 所以也是對 有些時候會需要一些 有權力的人 他有一個意識 所以就不能夠 只有我們一個小小的人去講 嗯 對 我想說那個 台灣基督長長教會 因為他不是教會的一份子 所以他其實很早的時候 他就有成立婦女事工委員會 所以我說那個 與婦女團結十年的時候 他其實也就開始在做一些相關工作 那然後之後 因為性別不是只有良性 所以他後來就開始 成立另外一個委員會 叫做性別公益委員會 這個是在長老教會總會的層次 那然後同時在各個中會 那他也有推就是在 在系別公益部 那那個 在推相關的這種教育 那 2017年的年底 因為政府相關的法令 說超過30個人 你應該要成立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性騷擾皇制的 或者是申訴的一個管道 所以他們就 就2017年的年底 他制定了一個教育內 處理性騷擾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規則 規範出來 可是這個規範就是 有規範無法則 也就是說他 當他落實到中會 或地方教會層次的時候 那個 那個牧者如果喜歡把它搓掉 或者是他喜歡 說你沒有證據 然後 那那個 他們可能就很容易把它搓掉 那 昨天我們在 進來長老教會的時候 談這件事情 我才會 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 我們是改革說 我們跟天比較不一樣 我們講話很直接 你聽我講完就知道了 對不對 很直接 我們講話是很直接的 所以在那個場次裡面 像那個 例行基金會的機會榮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 那個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葉大華 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除非有一個委員會 是不夠的 就是 如果你是為了應付政府的法律 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但是你這個委員會 根本就沒有作用 是不夠的 所以那個時候 的確是我們就有人 就提出來 就是說 你到底是想解決 教會裡面的這個問題 還是你自己想要應付方面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知道年數上的代價有多大 這件事情涉及到 教會裡面的 權益結構的性別不平等 這件事情涉及到 你怎麼詮釋 聖經裡面 跟性情有關的經文 這件事情涉及到就是說 你怎麼 就是 religious sexual abuse 就是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會利用這個宗教裡面的 所謂的美德 忍耐啦 快榮啦 然後 然後 這個謙讓啦 順福啦 這一類的美德 去 就是discipline 那個受害者 所以那個受害者其實是 無能力自我掙脫的 他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所以其實你也需要訓練一批 學有專精的人去協助教會 做這件事情 他們代價很大 我基本上是認為 沒有使命 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那我覺得 我想講一個比較信心的例子 就是你知道 anelitan church anelitan communion 它是一個普世的教會 就是它是一個普世的一個教會組織 所以很多各地的anelitan教會 然後又加入這個anelitan communion 然後這個anelitan communion 過去十年 在加拿大 在英國 在澳洲 都爆發信仇文 所以在澳洲 舉行那個public hearing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處理的是兩個宗教 一個是天主教 另外一個就是阿利安教會 然後 那那個 阿利安教會 它也犯過錯 但它有自行的能力 所以它面對 然後它就願意解決 所以 後來他們就成立了一個 就是打造 安全教會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然後而且它是 它就是 這個叫做 安全教會委員會 anelitan communion safe church commission 然後他們就透過這個委員會 要為 165個國家各地的聖公會 就是 安elitan教會 製作這個 相關的這種 預防跟處理相關愛見的手冊 然後包括你怎麼對兒童做這樣子的宣導 你怎麼對青年 你怎麼對志願協助教會處理的人 做這樣子的宣導 然後所以 香港前一陣子 它的這個安elitan church 出現性侵消失的時候 其實 普世聖公會 就積極介入了解 它要了解你 你香港區 你是怎麼處理這個case 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 就會變成是一個 非常值得撐取的事情 後來有罰則 蛤 後來有出發 他們其實 成立了這個委員會 然後要製作相關的手冊 那我覺得 其實 其實應該是會有罰則的 因為你知道在英國的聖公會 它最後其實就賠償了那個 賠償了那個 心情害的受害者錢 那性侵害 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如果沒記錯 叫做S女士 她說她小的時候 她媽媽是幫那個 主教打掃的 所以她媽媽小的時候 就把她帶去主教的那個地方 幫她清掃 然後她就是在那個地方被主教 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現在沒有辦法講她的名字 就是 主教就是性侵了 事情過了非常多年 然後當然就是這個女的 在很多年之後 她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但阿里甘教會大眾的時候 並沒有處理 那後來 MeToo出來了 她又出來講 然後於是這次 其實他們處理了 他們處理了 然後他們就賠錢 所以那個賠錢 等於是教會內部的賠錢 不是司法系統 一個派 不是司法系統的賠錢 是教會內部的賠錢 教會內部的賠錢 然後當時 因為她這個你的指控 這個S女是指控的是一個 在英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非常有名的一個教會的領袖 所以其實教會內部就有 有不同的聲音 有人就說 欸 就是跟剛剛那個英雄講 證據雷 證據不足隨便給人家 就是無名 然後 那安利甘教會也很 就是她 就勇於面對 她承認她在證據調查上面 有所不足 但是她並沒有撤回 她對這個女士的賠償跟道歉 然後很多的人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她就說 你要知道喔 我們是賠女士 我們並不是賠刑事 那刑事證據跟女士的賠償 那是不一樣 證據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她們說 那個主教都已經過世 這麼多年了 一個五十幾歲六十幾歲 我相信那個女士 我記得我那時候 讀的時候都很難看 一個六十幾歲的女士 而且受到那個 創傷症候群 這麼多年的人 無緣無故出來說 我小的時候 前面被她陷進了嗎 蛤 你覺得 你覺得這樣 美國大法官也是這樣 好 那我就這樣講 這當然非常的複雜 那就是大家可能 比較不知道 安利丹 安利丹其實安利丹就是英國國教 英格蘭的時候就是英國國教 英格蘭之外就是叫聖國會 然後我們這裡也就叫聖國會 我就是安利丹 那就是安利丹是一個會 我是在英國 英國改中成的阿利丹 我小時候是長老教會長大 然後 這些事呢 就是從英國這個世界來看的話 倒有一個啟示了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們用安利丹就是自己本身有財源嘛 然後就是用教會的錢來賠償 可是這也是他們的某一種的教會自主 那他們的教會自主 他們我很高興說阿利丹的教會走向的是 願意在證據不足的狀況底下承認錯誤 以及總教會願意賠償 所以他做的其實是比世俗的法律還多 可是我們擔心的 我們擔心的是我們的教會可能會做的 比世俗的法律還少 這是另外一種擔心的 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是因為教會太重要 所以要政教分離 我們是因為太 覺得宗教太不重要 所以叫他不要 這個私人的事情 你不要干涉政治 這是很不一樣的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西方的宗教寬容傳統是建立在 因為宗教的事情太大 他關係到一個人的死後 整個所有的人生意義的東西 所以當初在喊宗教寬容 以及政教分離的時候 不是分離 政教分離的時候 那個理由是 這麼大的事情 國家不該管也管不了 因為你國家只管我們世俗 存在的幾十年的時間 國家沒有權力可以管我們死後的時間 所以國家必須在宗教這件事情 往後退 他沒有那個能力也不應該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有政教分離 但是在我們的處境底下 政教分離的概念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我也必須要這樣講 所以在這樣兩種不同的文化底下 討論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很簡單的 就是借用了他們的那個想法 可能在脈絡上我們會出了一些問題 好 我想回應他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同時我當然不再談教會心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很困難 優先順序這麼多事情 就像在校園裡面一樣 當時也是一樣這個點被 到底要從哪裡先開始 那我想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先因為由上而下 雖然他是由上而下 比較不是草根的 一個大的政策跟法律 可能沒辦法即刻奏效 可是他的確有宣誓的一個 所以這個究竟管道一定要先出來 那還好是說這個真的很快就做到 來長老教會 這個形式上很快就可以做到 可是接下來怎麼付權 我會覺得empower 因為我有時候都在想說 你看這個校園這麼多可能的狼師 並不是他們都是狼 可是因為我們的權利關係屬然 您剛剛提到新進者 對在教會裡面可能有權位 一樣啊學校一樣是 所以一樣啊學生進來看到了 這個可能有全國知名度 或等等的老師 某種程度是一樣的脆弱 他可能前面真的是敬仰他 所以我經常在講說 人數上啊 你沒有辦法禁止再一個 這個違反自己 專業倫理的老師 但是我們可以付權給學生 意思是說給他資源跟教育 應該說我們 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台灣 對於尊師重道這件事情的迷思 今天我尊重你是因為你的學識 因為你的人品 因為你是老師我彼此尊重 並不是只是因為你是老師 我就全部接受 這件事情可能要第一時間 就要讓學生們理解 那我覺得在大學 當然比較簡單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 訓練他是有獨立思考的功名 所以我會希望 能夠讓他們有這種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學生的人比較多啊 然後還有就是資訊的流通 我覺得現在學生 第一個是你想要把他變成獨裁的 教士已經不可能了 他可能會自己上網看 參加這個校外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比較相信 這個每一個人的這些力量 所以那個me too 我覺得他的意義在於 對於所有這社會上的人說 我也在這裡 你也在那裡 這樣等等的 因為加害人永遠 他可能會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加害 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你受到了這些侵害事件 你有沒有辦法有那個復原的能力 還有旁邊有沒有這些資源 我覺得我會把這個 優先對方放在這裡 然後希望再帶進對性比較正面的看法 因為越負面他越不想講 那就會傷害會越到 好 最後一個 總法的 我被提醒說 已經結束的時候突然間有問題 好 不好意思 就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在那個 就是 幾乎教育的雜誌 叫校園雜誌 就是到那個特別編輯 那因為我們就關切這個議題 然後就特別拜訪小童 然後我們就在台灣做了這樣的一個調查 一樣的調查 那後來就發現那個效果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 我們自己有點招架 招架的補助 他們是 放 他們放兩個月大概五十幾個人嘛 一天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就放了一天這樣子 一天就下架了 對 但是 因為就有很多的那個 關切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 當然一方面 我們自己準備的也沒有很足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也很有底氣的去 去回應那些關切 比如說 一些研究員 但是 但我們 像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放了二十四小時 其實就 就二十五個人停了 所以你知道 就是那 如果我們再放兩個月 可能 我不知道那個人數 但其實 我就想 因為我們後來還是做了一個專訪 還有主題文章一些採訪 我自己的感受 當然我看到的那些 我聽到的那些事情 我就覺得非常擔心 教會是不能被公權力 這個約束的 因為 就算教會 我們今天有一個 那我們也會 我也會 我們在雜誌裡也會推廣說 教會要有自己的幾次 然後什麼什麼 所以我們都同意 但是我們後來 但是這半年看到的 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 就算教會自己有一個 處理 可是他最多 因為他沒有公權力 他最多 最多就是道歉 然後讓他退休 讓他退休 讓他退休 然後再加上 因為紀錄教會 就不像天主教那樣子 可是大公教會這樣 然後 因為紀錄教會就是 你其實怎麼樣 你有很多的獨立的教派 然後不太可能 你有一個很 很強大的 很見識性的那種中派 來去接獨立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那種 所以沒有 在這個其實還會建立好 然後 但是因為我 第二季愛教會的原步 因為我 從那一次的那個 問卷期就感受到那個緊張 那個 大家就 真的看到這事情 就很緊張 然後很 壓力很大這樣子 所以不斷的來 來 來跟我們接觸 什麼的 如果想要怎麼樣可以 不要 然後我們又很 如果不要走那種媒體 爆料路線 然後 因為這樣我覺得那傷害 又很大 然後也不要走那種 直接這樣子去戳 然後那個 對就是如果 因為我可能還是會想到 比較是對話 或是 那我還想說 有沒有可能在教會 以外哪個政府部門 是比較有 有那個一些 不錯就是一個 不錯的部門 或是 一個外界這樣 然後他可以比較 比較去 橫法的去 佈許教會 然後 逼他們去形成一些 這種東西 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想說還是要找出 雖然我心中的答案是 我覺得 如果有me too 可能還是最快 最 最直接 但 因為愛教會有過來 所以想說 有沒有可能 如果有其他 其他一些 大會 或政府或什麼 他們可以有一些 比較強而有力的 或是一個監督 監督 可以佈許 比較會 逼迫他們的 這樣子 教會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那個 對岸 或者說 鄰國 他們的 這個 這種 宗教局 那個 留上和下的干涉 等等 這可能 不是這個意思吧 他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 不是說 就是教會以外 因為教會內部 我真的覺得 你需要外部壓力 對 就是有沒有適合的 適合的 沒有 最適合的 教會內部去呼籲 或者是 很難 外面直接要介入 這個真的有好多好多 不能讀經嗎 沒有一段經文要開始反省 然後先讀經之後 然後再開始進入 不行嗎 我覺得 從年輕的這一代 開始 從我們這一代 開始 對 這個 這個等一下 還可以去商量一些對策 比如說台灣怎麼樣繼續發展 那個 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位 對 不好意思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小童 就是我有聽昨天您的演講 然後 您有提到說就是您的組織 就是基督教協經會 就是一開始 他們想要深入了解這個議題 是你們的總幹事還是一個Leader 就是鼓勵你去這樣做 然後後來你也持續這樣做 但是你中間好像也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過程好像一直是你一個人 雖然中間好像有一些團隊 然後去做一些問決調查什麼的 然後到現在 然後你剛剛又提到說 現在有一些成果 就是 你說你有影響到你們的 就是主管階層 就是你們的教會 還是就是想要去推動 就是性騷擾的防則 或性騷擾的意識 這性暴力的等你的觀念 然後或是未來 就是長期想要推展到其他的教會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力 那我就是想請問一下 就是這樣的過程中 就是您認為就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角色扮演比較關鍵 影響的力量 然後你覺得哪些角色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就是 那如果是在沒有上面幫助的情況下 如果獨立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是有可能的 或是他可以找什麼樣的資源去協助 等等 或是找同伴等等 就是要怎麼去做 推動這些事情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那我講一下就是 好 好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在期制內 總幹事 本來我是 他是叫胡桿唱故事 就是一個男的故事 然後他真的是 比較有性別醫師 很難得的人 然後就後來 其實有 我們下面也還是有一群 就是女的固者 或是有比較有性別醫師的牧者 有長期也是關注這個事情 但是 確實在 比較有一個影響力 確實在 應該是在體制內 發生的時候 是比較能夠影響到教會 所以其實 在我之前 其實有已經 其實你知道 教會的西方 也不是這幾年的西方 就是好像二十年前 已經一直有了 所以但是那個時候 每一次都是 有一些也是生理 或者是發動一下基導位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真的是一個總幹事 或者是 加上一群 女性的固者 覺得我們 要在這個體制內 推入這個區域 也真的是一個時機 然後 他們在二十三年 就是 其實我來之前 他們已經寫好的那個政策 然後就覺得 寫好政策 要有一個人來推動 所以就 等到就是聘請人 然後我就那樣剛好 我就神學畢業 然後就講工作 然後我就那樣剛好 也是深受那個女性主義的 神學那種影響 然後覺得好像 很想找到一個工作室 能夠把這個信仰跟性別 就結合 然後就那樣剛好 看了那個PIT 然後我本來是以為 是推動LTBT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新發力沒有什麼好講 就很明顯啊 這樣會搞暴力是不是 但是我就 就開始做了工作 所以 你問我是 我覺得 除了我之外 那個 有一個領袖 在他的體制內 有那個推動 其實是很重要 如果我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就在 教會外面 講這個事情 還是那個影響力還不夠 然後其實我講這個事情 已經講了好幾年 然後其實那個影響力 還是推不了 每個教會員裡面 對 但所以 中間還是需要一些數據 那些證據 或者是一些很實際的research 然後你 然後你才來 怎樣說 就是convince那些 你的 就是說這個事情 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是有一個 又普遍的事 然後一個 教會的信仰 的文化論述 變成這個事情會發生 所以還是有 一個 一步一步來 慢慢的領導 他們覺得 你是一個 有 有 有想法的人 應該你 我站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講 感覺到 我是 因為我剛才說 我是剛神學畢業 然後很年輕 然後我是留心 其實我覺得 我五年前講的東西 跟五年前是一樣的 但是五年前的時候 我講的話 就沒有人聽 但是就覺得 你是誰啊 對不對 然後但是就慢慢 一步一步來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原來你講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學術的根據 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 好像有經驗 但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也是 需要一步一步來 然後就背後有一群 還是有支持你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的 系的總幹事 是盧倫光布書 他是在教練 不同的教會 也是蠻 蠻同意他的 那麼這個 那個角色出現在 一個媒體上 講的趨勤 又跟 把那個運動 就再往前走多一步 所以 這也是一個 一個一個策略 然後再加上 跟那個 圈外的人 在合作 就是一些 關注女性性方面的團體 然後就不同的 呃 體制外裡面 就幫助的MGO合作 其實也是 對於外界的人 就覺得 你現在做的學術 不是只有 一個人去做 他是覺得有一個 合法性在 所以 我不是很能夠說 哪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但是選擇是 每個部分 也是要存在 才可以把這個 對 圖片實現 好 其實 其實 如果老師 他是在台灣 讀大學的 我剛好你認識他 他是中興大學的 農業畢業的 所以其實也跟台灣這邊 還蠻熟的 如果他下次來 叫他來做一點事 但是呢 就是 我們自己在這邊 當然就是可能要有更多的證據 所以像校園這邊 就 可能還有很多 後續還需要做的 但是如果要說服 或者撼動的體制 你免不了 你真的就是 證據啦 資料啦 這些東西 我們都得 必須要準備好 那 從剛剛講到現在 其實我一直覺得 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 對全規的一種 靈性在教會裡面 對全規有一種靈性 可能覺得 資深的教徒 或者是 或者是牧師啊 神職人員 他們好像說 感覺上好像說 他們在道德上 各方面也會相對比較好 其實以前我的師母 常常跟我講 他在罵牧師的時候 都沒有說 牧師要更小心 就是如果魔鬼要誘惑的話 應該是牧師第一個倒 他最有可能的 所以你怎麼可以把這些事情 直接怪罪說 把這些事情 直接怪罪說 那個是什麼 情慾流動啊 所以有某些人的情慾 特別容易流動 等等 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是情慾流動的話 牧師其實也可能 也可能會有 所以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如果是 有權規的話 權規應該要更小心 而且他 你某一方面的權規 絕對不是等同於 其他每一方面 都好 這在台灣會比較容易 好像會把它等同 你就是 我也覺得還好啊 如果你覺得說 哪個教授有什麼 專業上的優秀 你看看他品嘗生活 你就是 就是那個樣子嗎 就是 生活白癡的那種 很多很多 我身邊有很多 我想說